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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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現場的來賓還有 螢幕前面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午安 我們今天正式進入 百年估計十獎的下半段 就是經過了 前面幾位老師的努力 小說的多樣性的面向 也慢慢像一朵花一樣這樣 張開來 抱歉我因為有一點咳嗽 聲音有一點施啞 跟前幾場的聲音可能大家覺得有一點陌生 今天我們的講者是唐書文 我今天才第一次看到他 但是當初我們在選擇這個 先發陣容的時候怎麼會選上他 因為我們 我們的陣容裡面有很多其他的講者 大力推薦他 我是在各個媒體上看過他寫的一些閃文 我覺得他的閃文有一種特別的魅力 也就是說他非常幽默的在講一個嚴肅的事情 那是我對他最早最早的印象 所以我就當然就 直接去訊息給他 他也很快的就答應了 他答應的速度就比焦音浦慢一點而已 所以我們今天 終於又要再回到文學的領域 唐書文今天要講的是 百年古籍裡面的 情動與技術 那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我們等一下聽他來講 那我自己覺得他 有一點多元成長的來歷會是 我們這個講者裡面最特殊的 他大學念政治 然後研究所念台灣文學 然後他現在在德州要是 唸博士學位是唸亞洲研究 他剛剛跟我講說他的博士論文是要寫 中國大陸的文化界怎麼樣 取用台灣過去在八九零年代的文學藝術 就是兩岸之間的一個關係 那我大概連聲音也不適合多講 我們就熱烈的掌聲 請書文上台 好 感謝詹哥 即使喉嚨不舒服 還是幫我做了非常好的引言 這樣 然後也很感謝今天到場的各位 特別感謝明龍講堂 不管是策劃這一系列的講座 或是邀請我 因為就像詹哥剛剛說的 就是我其實目前正還在寫博士論文這樣 所以當初為什麼詹哥邀請我的時候 會一口答應 因為你只要有任何可以讓博士生 離開他的博士論文的事情 他可能都會一口答應這樣 那對我來說 其實能夠有機會來談談這一本 我自己私心寶愛的小說 然後而且是用這種方式 就是說我不用研究的方式 我不用把它看成是一個 我要解剖的課題的方式 來跟他相處 其實在應該是幾個月前 接到這個邀請的時候 我就覺得非常的興奮這樣 然後那時候我就打開了一個資料夾 然後每當我這個日常生活中啊 或者是我讀什麼書啊 我想到跟這個百年故事有關的東西 我就會丟進去 然後所以跟那個資料夾 我大概也相處了 大概有好幾個月的時間 那等到真的坐下來 要準備這場演講的時候 那更加感謝前面幾場的講者 那他們已經提供了非常多 就是很好的主題性的內容 所以今天我的演講 其實我會比較關注在 對我自己來說 有感的幾個話題 那這個有感呢 其實也是今天我們這個 講座這個 我希望聽到最後大家對於這個感受的感字喔 就是跟我一樣有不同的感受這樣子 那所謂的行動跟技術呢 到底我要講的是什麼呢 待會我隨著這個話題的開展 會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定義 但是首先就是在一開始的時候 等一下我要講一下 我們今天在座有貴賓是那個 上個禮拜的講者 教員譜先生這樣 他給後面的 他給後面的講者們帶來了莫大的壓力喔 據說那個PowerPoint有做到200多張 那我個人今天沒有要對大家這樣的這個 這麼的嚴酷齁 今天大概只有將近100張這樣 所以我想我們應該不會像他一樣 這個超出了快一個小時的時間 但是可能 我們如果最後有時間 然後那個 詹歌的喉嚨還可以的話 我們還是可以稍微對話一下 好 那我先給大家看一個那個影片好了 不知道大部分的朋友是不是看過這部電影 我們一直都定義我們 我們一直都定義我們 為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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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我們無論多渠在丟臉 我們要把示範 這部電影 我們四季度 最初 qui 飛機開始 比要速度 從音樂 這部電影 這部電影 我們當時 勸兩臉 要難以掛線 把握程 要達成室 航功能 6 U R Go to make the unknown known I count these moments as our proudest achievements Having fired the imagination of a generation But we lost all that Pulls into port For the last time Or perhaps we've just forgotten That we are still pioneers That we've barely begun And that our greatest accomplishments cannot be behind us Because our destiny lies above us They love you Ou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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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彌奈 好我想 現場有看過這部電影的朋友舉個手好不好 大家都有看過 好那其實就 不太需要再講一下它的內容 但是讓不知道的朋友簡單的知道 就是說這部電影它其實光看預告片 大家就可以看得出來 它是關於一個外太空的電影 它是一部科幻電影 它其實故事講述的是一個太空人 他其實要為了拯救地球 為了拯救在地球上 因為糧食短缺然後殺塵暴造成的人類滅亡的危機 所以它帶著太空總署的計畫 然後要前往遙遠的未來的星球裡面 遙遠的星球去找適合人類移居的星球 他們有兩個方案 A方案就是說他們去到三個星球 然後那三個星球裡面尋找哪一個其實是最適合人類移居的 然後他們再回來利用蟲洞這樣 然後把人類運過去 那另外一個方案就是說 我們就拋棄在地球的人類吧 那我們帶著這個人類基因的培台 前往那個移居的星球在那裡 就是繼續繁衍人類的後代這樣子 好那所以這個故事到最後呢 其實是這個發現它是一場騙局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能夠輸送人類到這個遙遠未來星球移居的這個方程式 其實太空總署的那些科學家他並沒有真的破解 他並沒有解開那個方程式 那所以其實事實上在地球的人類就是一定會被放棄 那這個太空人的計畫最終他其實就是要去那個某一個未知的星球裡面去繁衍後代 那留在地球的各位就是等死這樣子 那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故事中 最後這個太空人他的這個家人都在地球 所以他不可能這麼輕易的想要放棄地球嘛 所以這個故事它其實是一個非常好萊塢敘事的故事 那最後是什麼拯救了地球呢 是父親對女兒的愛這樣 那這個愛呢是透過什麼樣的方式可以讓這個 因為這個故事的結局是這個女兒 這個太空人的女兒 他最後是那個破解了衝動密碼的人 他是那個偉大的科學家 在未來的太空的某一個星球上 這個女科學家像偉人一樣的被後代崇拜者 那那個女兒是怎麼得到那個破解衝動密碼的方程式的關鍵呢 是這個太空人爸爸 這個爸爸他透過這個 就是在這個星球中的某一個衝動的一個黑洞裡面 那他找到了跟在地球的女兒溝通的方式 那那個方式是透過愛跟他們童年的回憶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有那個悖論的 時空悖論的 也就是說在這個故事裡面呢 最後爸爸是在這個女兒童年的書架後方 看見了女兒 然後透過這個書架的這個 這個 反正大家要去看這個非常複雜 這個書架上面的這一支錶 他透過那個錶然後波動那個指針 然後有這個摩斯密碼 然後女兒就是多年後長大之後 他回憶起童年看過的那支錶 他記錄下來的那個波動的指針 然後他才意識到 這是爸爸在以前給過我的訊號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環狀的時間結構 那為什麼要讓大家在這個時刻看這個影片 其實是因為當年我在看這個預告片的時候 我就注意到一件事 大家有沒有看到 他在那個一閃而過的兩秒吧 畫面中出現了那個書架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書架 這個書架上面有一本書 那本書就是我今天帶來的這本書 這本書是我在高中的時候 我得到第一本百年估計 我的第一本百年估計 就是英文版的百年估計 是我高中時候的朋友 就是我第一本看的百年估計 是圖書館借的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有朋友 知道我很喜歡這本書啊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 他可能高估了我的閱讀能力 所以就買了一本英文版的給我這樣 那這本英文版的要知道 我也是多年後 才有真的有能力把它閱讀完 但是因為當時呢 我對這本書的書被太熟了 所以我第一時間看到這個 一閃而是的畫面的時候 我就覺得 天啊 是百年估計耶 然後那時候這個電影 其實它只是一個預告片的形式 然後我就覺得 哇 那這個故事一定會非常有趣 你知道一個愛屋即屋的心情 就覺得這個電影一定非常有趣 然後事後呢 我就在網路上找發現 欸 外國論壇 確實有在討論說 這個書架 這個改變人類文明的這個書架 上面放的書 全部都是精心挑選過的這樣 就是說包括有這個 很多的科幻小說 它裡面的內涵 其實都跟這個電影本身有互聞的關係 那當然百年估計也是非常多人討論 就是說為什麼在這個女科學家 童年的書櫃上 需要有一本百年估計這樣子 那所以在這裡呢 就是我覺得 為什麼一開始要給大家看這個短片 是因為呢 好 這個就是一些片段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書架 就是這個爸爸呢 童年的時候站在正面書架前 準備要離開地球 要去這個外太空 然後多年後 女兒站在這個書架前 她突然醒悟到 這個書架背後其實藏著一個密碼 可以用來破解這個人類滅亡的 這個阻止人類滅亡 然後可以破解這個蟲動的秘密這樣子 所以這個書架背後 我們看到的就是這個爸爸 他其實多入了一個多維的人類 就是說現在文明完全無法想像 或理解的一個五維世界裡面 他在這裡面時間空間全部都是一個 不是線性狀態的一個 回旋往復的環狀結構的時間 然後他在裡面 每一格的這個光束裡面 都是人 就是說這個地球時刻的 一分一秒的組成 他隨時就是 就是有點像是 everywhere 然後就是 every time all at once 就是所有的時間都在同一刻發生 這樣的一個巨像結構 那電影是用這樣的畫面來呈現 然後最終呢 他在這個的書架 這個時刻點 然後透過這個書架的隙縫 看到了童年的女兒 然後那個時刻他正要離開這個書房 然後他要前往外太空 所以他這個 這個在這個時刻他在這個書架後面 用他的愛跟念力去撥動那個指針 希望讓引起女兒的注意這樣子 那多年後女兒站在這個書架前 他突然醒悟了當年 他看到的那個指針的意義 然後他就跑回了這個太空總署 寫下了這個算式 破解了這個方程式這樣子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我們把這個海報 跟最後其實它最重要的這個畫面 這個關鍵並列在一起 我們會覺得非常的違和對吧 就是說 最遠的文明 最遠的時空外太空 它最後其實是什麼 它最後其實是隱藏在一個小女孩 童年書架背後的秘密的關鍵去破解的 那我要說的是什麼呢 為什麼是書架呢 然後這個 這個 預告其實它 也跟我們接下來幾個 比較觸及的話題有關係 有 首先我要講的是 其實 在 在這個 就是 《行記》效果裡面 它毋庸置疑 一定是有 對百年孤寂致敬的 很多的 這個元素 它跟很多百年孤寂 在 這個 經典化之後的 很多文本一樣 我們都很難不跟 把它們跟百年孤寂 做一個連結性的比較 那百年孤寂留下的這種美學遺產 實在是太龐大了 所以 當我們要 去討論一個關於時間性的話題 討論一個環形時間結構的話題啊 等等的時候 我們都很難不回想到百年孤寂 那在 百年孤寂或者是這個 《行記》效應這樣的一部電影裡面呢 我們可以看到 它們對文明的想像 最終其實都是回到一個書房 都是回到層層的書架 人類要在這個書架裡面去找尋解答 對吧 就是百年孤寂到最後 其實那個奧利利亞諾 他也是關在那個小房間裡 他要破解的 好像是他們家族的 預言或秘密 但其實也是整個 拉美的 預言的秘密等等的 那 永遠要有一個解謎的過程 而這個解謎 這個文明的謎題 或是謎底 他要透過這個書 作為一個載體 然後去破解這樣子 那這裡面也有非常複雜的 環形時空 這個理解的 這個感覺結構在裡面 然後呢 我們今天 除了上述這些話題 我們會觸及之外呢 其實我個人呢 作為一個文學研究者 我最念字在字 或者是最能夠勾起 我個人興趣的話題呢 真然還是文學 我想前面幾週有非常多的這個 非常精彩的主題 我們已經聽到洪廣記老師 談這個煉金術的話題 聽到教員譜 彈音樂 我們也聽到詹歌 彈足球 那今天我們也許就可以 多回到這個 我認為其實我們今天 應該是一個蠻好的時間點 我們回來看看 百年孤季裡面的一些文學技術 或是文學技巧 還有他在這個時間點 就是在當代這個時間點 到底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這樣子 好 那這是我今天會 會談的東西的順序 首先我讓大家看一下 馬奎斯在我的學校 就是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的 這個檔案跟展覽 然後我們會談一談 就是今天的主題 就是什麼叫做情感 什麼叫情動 在百年孤季中的表現 然後呢 我們就會細細的去談一下 百年孤季的文學技巧 還有他留給大家的這個美學遺產 有哪一些 然後 如果時間還夠的話呢 我們出來看一下 百年孤季中 他自己 怎麼去後設的 談文學這件事 就我們會 常常把百年孤季 在文學脈絡裡面談嗎 我們當然知道 他是一個文學作品 那百年孤季裡面的文學是什麼 就他怎麼去談文學這件事 我覺得是我在看的時候 一直很引起我注意的一個點 然後最後我就是簡單的 跟大家講一下比較新一點的 這個百年孤季的分析啊 文學研究 可以是用什麼樣的方向 或方式來談它這樣子 好 然後我要講一下這個 德州大學Austin 校區是我的這個 現在正在念書的學校 然後所以 我是在2015年的時候去到的 然後這個學校呢 他其實很特別喔 就是大家一般聽到德州 這個想像就是牛仔嘛 對不對 然後或是川普 或是什麼 就是他是一個比較保守的州 但是呢 德州大學的Austin 校區 他在的那個城市Austin 他是德州的首府 然後他其實蠻特別的 就是說 他其實一直有一個 比較稀皮的傳統 然後他一直是非常liberal 就是自由主義的一個地方 然後他的一個 就是大家會常常 在地人會講的 一個slogan就是 要keep Austin weird 就是讓這個城市 持續的很怪這樣 所以 這個城市呢 他在近年 我想比較多人會知道 他是因為他在 尤其是covid之後 他連續好幾年都被說是這個 全美房價飛漲最快的地方 然後非常多的這個 加州的這個科技大廠啊 然後 Elon Musk 然後Amazon啊 全部都搬到了Austin 這個城市來 為什麼呢 因為他在德州 他的稅很低 他的課的稅很低 可是他的氣氛非常的加州 這樣 那整個城市就是說 就是會 會有非常多的慶典啊 每年會有兩個 就是全國 全美最大的音樂季啊等等 那在這樣的一個地方 他又是一個大學城嘛 就是Austin 就是文艷的學校 那所以他有 兩個很特別的地方 第一個是 因為他在德州 所以他跟 南美洲很近 他有一個地緣上的這個 接近的關係 所以他移民很多 沒有錯 西班牙語也是德州的這個 官方語言 所以他的西語文學是非常厲害的 西語文學研究是非常厲害的 我們學校有非常多就是說 全美國這個西語文學研究的最好的老師這樣子 然後我自己譬如說在比較文學系 或是電影系 修課的時候 我的很多老師其實都是帶著這個西語文學的專家 專業的背景 在上這個比較文學課的 那再來第二個呢 就是他們在2014年的時候 他們上了一個很大的 有一個很大的新聞 就是 馬魁斯的這個 家族 他們決定要把 馬魁斯很大一部分的這個手稿 檔案 就是給我們學校 這樣 其實是用買的 絕對不是捐的 是用買的 就是赤巨資 就算是非常貴 他們沒有說多少錢 但是就是說 花了一大筆錢 然後買下了這個 馬魁斯的這個 東西 然後他 我查了一下 我昨天還上去看了一下 如果大家對這些館藏有興趣的話 其實現在你們只要到Google上打 Ut Austin 然後打馬魁斯 或是打這個 百年孤級的archive 你們都可以完全就是 for free 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在網路上看到 所以我今天就不直接連結給大家看 大家可以自己去找 那這個網站上面呢 是這樣簡介的 他說 這個2014年的時候 他們收購了一大筆檔案 那這筆檔案包括 至少十本書的原始手稿材料 兩千多封的信件 然後1982年 他在諾貝爾獎獲獎的時候 敢演的那些草稿 還有錄音檔 這樣 然後還有超過40部的相簿 還有剪貼簿 就是說他 他不知道是他自己 還是他太太 還是他的兒女 幫他 這個把他 就是在世界各地的這個簡報 都有剪成剪貼簿這樣 蠻可愛的 然後他還有這個 非常多的一些物品的捐贈 比如說他最有名的那一台打字機 這樣 然後 這個數位化的工作 就是說他捐來之後 學校花了18個月 動用了非常非常多的管員 檔案處理員 學生 義工 然後去處理這些檔案 花了18個月去把它數位化 所以大家真的要上去看一下這個是集體的努力這樣子 然後造福了這個千千萬萬無數喜歡馬奎斯的人 那所以說我們現在在那個線上檔案中可以看到 兩萬七千多張的圖像 然後有包括就是說他們全部上傳了他的那些筆記本 我想他們一定知道大家最想看的就是筆記本嘛 對不對 我們看照片這些就算了 很想看他的手稿這樣 所以大家現在上去看我沒事其實就會點一本來看一下 點一本來看一下 然後裡面還有就是說 很多的劇本 回憶錄照片的內容這樣子 然後這個展覽在2020年的3月 因為COVID它關掉過 然後2021年的8月它又重新開放 那我入學的2015年那一年 因為剛好他們就是open了這個 就是說數位化完成之後 學校有召開一次很大的這個馬奎斯的會議 然後那一次真的是一票難求 完全擠不進去 但是他有這個線上直播 所以我是有看到 然後學校那個時候的這個展覽 我也是有去看到的 那那一次真的非常的這個真的是盛會 因為那一年據說 如果沒記錯的話 哥倫比亞的總統 都有來我們學校去參加這個會議這樣子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就是那個時候這個展覽 它2020年開幕 2018年開幕的時候的樣子 這樣子 那大家就很熟悉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是1970年代的時候 馬奎斯的兒子幫他拍的一個照片 這樣子 然後 然後這張照片 他們把它做成這個展覽的主視覺 那這張照片其實是據說是1982年 他在 他得了諾貝爾獎的 他接到消息的那天早上 然後他兒子幫他拍的一張照片 然後他們把它做成這樣的一個主視覺 很可愛吧 這是馬奎斯 小時候 應該很少人看過他小時候 真的長得超級可愛的 然後我們看多年後這個 馬奎斯走上這個諾貝爾文學獎 像受獎台的時候的樣子 這樣子 然後那個時候 其實我們就是這樣 可以靠得非常近的去看 那些他的手稿 然後這個是傳說中的那一台打字機 然後他的手稿上的那些 就非常可惜 其實我個人是沒有辦法讀西班牙文的 不然那些 所以我真的就是看個熱鬧這樣 那不然真的是懂西班牙文的朋友 如果有研究的興趣的話 去看馬奎斯他的這些 因為他有完美主義 所以你們會看到他的這種手稿上面 有非常多的他的那種 山改的痕跡啊 那個一定非常精彩 因為 Heavy Ransom Center 在我們學校呢 他是以收藏非常多的 好萊塢明星的手稿文明的 有很多導演 所以說我自己 在電影系修課的時候 我那時候研究的是 勞伯迪尼洛這樣 勞伯迪洛那個 檔案之多 而且勞伯迪洛之囉嗦 就他的那個 我那時候寫了一個報告 就是在講勞伯迪尼洛的 這個劇本 他怎麼去詮釋 就是他的表演 是怎麼去詮釋劇本 這樣 然後我就發現 哇他真的非常有趣 就是他也是會改非常多的東西 然後字跡非常潦草那樣 那因為我讀得懂英文嘛 所以我看那種 就是看得出很多趣味 那可是因為馬奎斯 我看不懂西語 所以我就 其實還是有點小遺憾 那張淑英老師我想 如果是 對馬奎斯 有興趣的朋友 一定都聽過 張淑英老師的大名 那在 這個 麥田版的 黃冠版的 這個 這個 授權版 就正版的這個 導讀裡面呢 張淑英老師也有提到 他在這個 2017年的時候 到我們學校去 親自看了這個 手稿的這個 心情 那我想就跟 所有 如果有機會看到那個 手稿的朋友們一樣 就是這個 他感覺到觸摸之間 心電穿流 這樣子 然後有一種 好像跟這個作家 有了這個 親密接觸的感覺 那 有這個感受的台灣人 不只是我跟張淑英老師 還有這個 兩位 2018年的時候 來到奧斯汀的 兩個台灣作家 右邊那位叫做 黃崇凱 左邊這位叫 吳亦偉 那當時他們來找我玩的時候 我也是 就是有特別帶他們 去學校的 Harry Rinson Center 去看這個 馬奎斯的手稿 然後我特別要講一下的是 這個黃崇凱先生 因為黃崇凱是我們 這個台灣 七年級 80後作家裡面 一個非常優秀的一位 那 據我所知之 就是說他是 深受馬奎斯影響 應該就是說 我覺得他是 呃 我們在詹洪志先生的 那個講次裡面 聽到就是說 拉美文學 怎麼影響 這個文學青年 我覺得就是說 大概到黃崇凱 是最後一代 這樣 就是說 黃崇凱是一個分界點 他就是深受這個 這個 拉美文學影響的 一個台灣寫作者 那他 熱愛馬奎斯 熱愛拉美文學 那他在 前幾年出的這個小說 叫做 新寶島 新寶島這本小說 推薦大家去看喔 他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拉美文學的 美學遺產 跟這個養分 如何養育台灣土生土長的 一個小說家 這個小說他寫什麼呢 寫說台灣有一天 大家醒來之後 發現什麼呢 發現我們跟古巴 全國大交換 古巴人在台灣島上 台灣人在古巴島上的一個故事 非常魔幻寫實 對不對 非常的這個 這個非常拉美感這樣子 所以歡迎大家去看 那一年他來 我當然立刻就帶他 去看馬奎斯的手稿 然後他真的是 如獲至寶 久久不能自己這樣 那當時我們看到的東西 就是這個 就是1966年版的 這個馬奎斯的百年古籍的手稿 那非常麻煩 就是你如果要看的話 其實你要 要調閱的話 是要在網路上申請 然後他要你看一個 如何不破壞手稿的 這個衛教影片 看了幾十分鐘 你才可以進到 這個檔案室裡面 然後他們會有專人 戴著手套把這個 拿出來放在你面前這樣 所以是一個 非常這個 有一個神聖的儀式感的 一個過程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有不同版本的馬奎斯的 百年古籍 像這個版本蠻珍貴的 就是馬奎斯在上面 畫了一朵花這樣子 然後我們也 我自己看到的 這個 那時候我印象很深刻的 當然就是因為看不懂 西班牙文嘛 所以我記得我就是 中間翻一翻 然後第一頁跟最後一頁看一看 但是我 我記得我那時候 看到最後這一頁的時候 尤其是看到這個 FIN的時候 就是 滿起雞皮疙瘩 就是可以想像當時 就是因為這是個打字稿 你就可以想像 哇最後馬奎斯在這裡 他打下了 這個完結的時候 那好像你可以 就是有一個 遙遠時空的 這個觸動的感覺 這樣子 那因為我自己非常喜歡 百年古籍的結尾 所以我看到這個結尾 所以我就是忍不住 要把它也給大家看一下 這樣子 好 然後 那我剛剛說了 因為我看不懂西班牙文 所以我在看這些手稿的時候 我其實有一個特別注意到的東西 而且那個東西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 所有寫作者 就是你如果有寫作經驗的人 其實你都會會心裡笑的地方 就是我發現馬奎斯 他在他的那個手稿裡面 改的最多的是這個東西 就是他會把段落 本來分成兩段的地方 他會把它拉回去 這個不是孤立喔 非常多 我現在只是隨便拿 光是第一章裡面 他就有非常多 他原本的打字稿 是分段的地方 他拉了一條線 他就是要把那兩段連結起來 那最明顯的案例呢 就是第一章的 這個大家都知道的那個開頭 那個開頭呢 許多年後 阿利利亞諾伯恩蒂亞上校 在面對執行槍決的那一刻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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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這個後面 他其實是一個很大段的一個段落 對吧 如果我們大家現在有這個 手上有書的朋友 應該就可以翻譯一下 原來他在這個 許多東西都還沒取名 提及時 得用手去指這個名句的後面 他是分段的 可是到最後的版本 其實他把每年到了三月提上去了 所以呢 在看這個手稿的時候呢 其實 我是 特別對這樣的東西很感興趣 就是我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馬魁斯跟 可能也不稀奇 就是跟所有的 這個 就是比較 比較 怎麼講 有 有才華的 或是比較好的 小說家一樣 他非常aware到閱讀感 感受的問題 他並不是 他自己寫 他覺得在哪裡分段 他一定是事後在讀的時候 他把自己當成一個 讀者 他在閱讀的時候 他要讓那個情感的流動不停 他如果大家就是真的 把 百年古籍讀得熟的話 你會發現 馬魁斯 他在 語速 就是說閱讀速度的捕捉 就是他能夠 他基本上可以控制你閱讀的速度 這件事 我覺得是非常厲害的 尤其是到最後一章的時候 那個是非常的明顯 就是大家如果有讀到最後 而不是只停在第一章的話 我想大家都會 一記有心的是 當他最後奧雷林亞諾 他突然領悟了 他好像可以解開那個羊皮紙 最終的謎底的時候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樣 心跳很快 跟著他一直的讀 一直的讀 然後好像你停不下來 你就是 當他寫到說 他略過了十一頁 你明明就沒有略過十一頁 可是你好像也跟著 略過了十一頁 你心裡又有一個感覺在加速 當他寫說 風吹進來 奧雷林亞諾 看著這一刻 等等的時候 你會覺得 馬魁斯好像非常有能力 去控制 你的閱讀快慢的速度 那我覺得其實就是他把自己 放在讀者的位置的這件事情上面 他做得非常的好 他完全知道要如何透過段落 段落之間的銜接 去做到這些事情 所以 對於馬魁斯來說 在今天這個講次中 我特別想講的 其實就是像這樣的東西 就是說 情感跟情動這樣的主題 在馬魁斯的百年孤集裡面 他怎麼樣去呈現 裡面有一句話是烏蘇拉說的 他裡面有一個感嘆 他說 現在不僅孩子長得比較快 連情感發展的脈絡也不一樣 那為什麼我會選擇這個話題 為什麼我們不直接說 百年孤集中的感情 或是百年孤集中的情感就好 我非要用情動這麼奇怪的名詞 其實是因為 我想要偷偷帶住一點點 就是文學研究者的 這個比較nerdy的這個視角 就是說其實過去二三十年 就是在這個文學研究的這個領域裡面 我們其實有一個情動轉向的這個浪潮 那這是什麼呢 就是說過往在文學研究 或是文化研究裡面啊 其實情感是一個沒有辦法處理的東西 就我們可以處理國族預言 我們可以處理歷史 我們可以處理文學作品裡面的主題 我們可以處理性別 我們可以處理各式各樣的話題 可是我們如何處理情感這件事 就像我剛剛示範的就是說 當我想要告訴你馬奎斯 他的百年孤集裡面充滿了情感 我到底要怎麼說 就比如說我剛剛做的是說 我用段落的分章 嘗試著告訴你們 可是實際上這個真的是困擾了 很多的文學研究者 我們怎麼去談論感情這件事情 甚至更不要說在現代主義之後呢 其實在文學裡面情感它 常常其實是被貶低的東西的 就是說當我們說一個小說令我好感動 其實很多時候在真正所謂夠 你知道就是自覺了不起的文學研究者 心裡是覺得能夠會讓人感動的東西 它其實就是比較low的東西 就是說你如果稱讚一個小說家說 你的文章讓我好感動 他不一定會開心的 因為他會覺得你好像只是在玩弄他的 你的寫作只是一種玩弄情感的東西這樣 所以情感在文學研究者或是文學寫作者的 心理其實是一個非常吊詭的東西這樣子 我們當然不會希望自己寫的東西被人覺得沒有感情 可是太有感情或者是說太著重感情的部分 好像常常會被文學研究者視為比較不入流的這樣 但是呢這個東西在過去20年其實是有轉變的 那這個轉變就是說我們會發現文學中的這個 或者說文化現象中的情感被很多很多很重要的研究者 視為是不能略過的東西 它不能不被分析 那我們討論它的方式呢 因為今天不是文學研究課嘛 所以我就很簡化的很簡單的跟大家提一下 新二十年來我們在討論情感的時候 其實強調的是什麼是一種身體感 是一種直覺 它不是我們過去講的什麼 憤怒哀傷快樂喜怒哀樂這種情感 並不是純粹那樣的東西 而是我們要去看的是說 生理性的無法自拔的 或者是說下意識反應的那些東西 情緒性無法被語言捕捉的感受 無法被社會結構的這種流動的狀態這樣子 那它也特別強調去看的是 人跟人之間的關係跟連結 所以說這些情感它很多時候 並不是一種好像說 湯書文現在很快樂 江偉雄老師現在很憂鬱 不是這樣的狀態 而是在這個環境裡面 在這個房間裡面 我們大家共享著什麼樣的一種情感流動 當你聽到我說什麼話的時候 為什麼你會笑 當我講到什麼時候 為什麼你會沉思會哀傷 它強調的是一種共享的狀態這樣子 所以它有一種去個人化 去主體化的傾向 那特別在這些研究中呢 他們在意的並不是 怎麼去命名這種感受 並不是說它現在是快樂 它現在是悲傷 而是特別去強調這個 感覺的強度跟變化 非常的抽象對不對 但我覺得大家聽完上述這些 只要知道下面 史兵諾莎 就是這個理論家 他講的一句話就好了 這句話對於情動研究來說 是最重要的一句話 就是什麼叫做情動 情動就是你可以影響別人 或接受別人影響的一種能力 也就是說當我們去談論情感的時候 並不是談論我表達了什麼樣的情感 而是通常我們要去看的是說 在什麼樣的狀態下 我因為什麼東西而生出了什麼樣的情感 而這個情感可能怎麼樣去影響到別人 所以情感它就不是今天每一個人固有 在身體裡面自然而然的東西 它永遠是被社會建構的 它永遠是被他人影響的 但它取決於什麼呢 取決你有沒有能夠接受別人影響的能力 我們之後會不斷的再回到這個論點 所以大家如果現在聽的 還有點雲裡霧裡沒有關係 我們之後會回來 但我想要讓大家知道的是 如果我接下來要談論百年孤級的話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除了是這些角色人物 他們表現出的情感 我其實特別關注的是這些情感的強度 還有這些情感的變化方向 就是我為什麼這樣做 我剛剛是為了解釋 為什麼我不是在講博恩蒂亞上校的哀傷 為什麼我不是在講純粹 在講比如說誰的恨誰的愛 而是用一個比較好像很奇特 不是你們以前覺得的談情感的方式在談 是基於剛剛的那些理論背景 在這樣的一個脈絡下 我們來看幾個我自己我個人 在閱讀百年孤級的時候 我印象最深刻 其實我猜也是很多朋友們 比較印象深刻的幾種情感 第一種情感呢是過度 too much 太多了 的這種情感 那有看過百年孤級裡面 應該對兩種太多 很有印象 一個就是奧雷里亞諾爾士 就是那個吃到 吃到 就有點像大衛王比賽的那一位 就吃到整個這個撐爆 然後快要撐死的那一位奧雷里亞諾 然後他對於性的放縱 對於食慾的放縱 對於食慾的放縱 然後他對於彩券彩票 對於貪慾的放縱 的這樣一個代表性人物 那我會認為他是對於這種 過度的情感的一個代表 那還有阿瑪蘭塔 我想很多人都覺得 這個是百年孤級裡面一個 不解之謎 就是阿瑪蘭塔 到底在幹嘛 就是他到底在衝撒 為何他愛的人 他寧可害死 就是毒死他的姊妹 或是他的 他的誤殺了那個小 蓮梅迪斯 他都要 他都要爭取的那一份愛 真的到他手中 他又用那種不屑於故的方式 敵死不從 然後為什麼他要不斷的拒絕 他就是可能擁有的幸福 或愛情或快樂呢 這個到最後其實 其實馬魁斯都並沒有 真的為我們解開這個謎團 對吧 那這樣也是某一種過度嘛 對不對 就是說他讓你在閱讀的時候 會覺得 阿有必要這樣嗎 或者是說 你是在幹嘛 這太多了這樣 那我想這個 待會我們可以用幾個 那個小說裡面的例子 給大家 給沒有看到那邊的朋友們 稍微感受一下 那還有另外一種 過度的相反 就是無感 這個無感 就是沒有感覺 無動於衷 這個無感呢 我會用兩個人 來跟大家講 其實馬魁斯他的 所有的情感的樣態 都是非常的複雜的 他並不是告訴 他並不是用一個狀態 就想壟斷 對一種情感的詮釋權 比如說無感 他會告訴你有 有雷美蒂蒂斯的這種無感 也有阿里里亞諾博恩蒂亞上校的那種無感 好我們待會來看看 那我個人認為 對我來說 小說裡面 其實這些情感如何變化 其實是對我來說 非常吸引我的一個話題 就是我非常喜歡看小說裡面的主角 或是角色 他在整個故事的過程中有沒有變化 我們常常會說 讀一本小說的時候 我們會說 博恩蒂亞上校是怎麼樣的人 阿瑪蘭塔是怎麼樣的人 那在這樣的概論中 其實我們常常會 會忽略掉 就是這些角色在書中裡面的變化 所以我們待會來看看兩個 我們最容易好像 覺得忽略他們變化的人 就是烏蘇拉跟阿瑪蘭塔 那最後呢我想要 引用兩個 我自己在讀 第一次讀百年估計的時候 我最感動 或是對我來說最有感的 一個部分 也就是裡面怎麼談內疚 還有和解的部分 來跟大家說 我覺得其實在百年估計中的情感 它最終 它有一個最重要的母題 這樣我們最後來講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這個過度 就是阿瑪蘭亞諾 如果我們今天說有七宗罪 大家知道吧 就是那個西方說有七宗罪 那我覺得很簡單 阿瑪蘭亞諾就是 貪婪暴食跟色慾 這樣 那他就是 他就是在小書中不斷的顯露 懶散跟放蕩的一面 從一開始就是 輕率的就是 迎娶了別人 然後又輕率的 擁有了情婦 然後輕率的在兩人之間 這個 左右逢源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他 失控的食慾 這樣在裡面有 非常長篇的這個描寫 我覺得都非常的好看 非常的生動 那阿瑪蘭塔呢 如果七宗罪 另外 一半就是被他包了 就是 嫉妒 傲慢跟憤怒 那我們從現在這樣 只有六宗罪嘛對不對 那剩下的那一宗是什麼 是怠惰 最有趣的地方就在這裡 百年孤寂中沒有怠惰的人 裡面充滿了生命力 這是最有趣的一點 其實這就是我覺得是 就是整個拉美就是說 拉美文學日是百年孤寂中 他其實缺少的那一宗罪 反而搞不好是這個 就是說 馬奎斯他心裡 搞不好心裡會想 你們稍微不要這麼嗨 就是說 這個怠惰 有的時候 他那個怠惰其實都是外來的 比如失憶症 失眠症這種 而不是他們發自內心的 想要休息這樣 就是所以說 其實很有趣的是 在馬來亞這裡 有沒有看到的是 嫉妒 傲慢跟憤怒 作為一種過渡 那這個過渡呢 比如說 他裡面會常常就是說 你如果跟他結婚 我就死給你看 或是我就殺掉你 然後 他會說 我死也不會嫁給你 這種非常絕絕的話語這樣 然後大家應該也記得 他怎麼樣把自己的手燒焦 對吧 就是非常爆裂的一個女人這樣 那 這兩種過渡感是在我閱讀 這個小說中的時候 特別感覺到 印象很深刻的兩個 兩個 兩個過渡的代表 那如果無感的代表呢 我認為其實 美人雷梅蒂斯 應該是一個很好的 的歷史 對吧 大家 很多人都很愛 美人雷梅蒂斯 對不對 這真是一個 顏值至上的社會 就是說 美人雷梅蒂斯 在小說中其實是會 我自己有一句話是 他寫說 他是在天真無邪 深處埋藏的一個邪惡陷阱 但這句話講的 有點像是你知道 就是 有點像寵溺的方式 就是在講雷梅蒂斯 就是說他並沒有真的 在小說中 對雷梅蒂斯 有譴責的意味 這樣 那 他只是在裡面有描述說 雷梅蒂斯 對於他人的無感 他好像是一個天生的無感 他好像不屬於這個世界 所以他無法感受 任何強烈的情感 更不用說是別人的情感 當他不斷的被別人 示愛的時候 他都講一些非常殘酷的話 這樣子 就是會覺得對方很無聊啊 或者是他根本沒有感受到別人 對他的愛慕這樣 那 在裡面有一個小小的辯證 就是說 我們待會兒會看到 奧雷里 就作為這個小說裡面 另外一個無感人的代表 他怎麼去評價 美人雷梅蒂斯 作為另外一個無感的人 博恩蒂亞反而會認為 雷梅蒂斯 是他所認識 心智最清醒的人 而且他常常提起這件事 但是其他家人都不認為 其他家人都覺得他是個白痴 或是 是一個很莫名其妙的人這樣 那 家人最後就是放置他 就是不太想 想處理他 這麼奇怪的部分 那 馬奎斯是這樣寫 他說 美人雷梅蒂斯 遊走在他內心 孤獨的荒漠中 就是說 百年孤寂 即使是雷梅蒂斯 這麼無感的人 其實他都有他的孤獨在 那這個孤獨是什麼呢 就是他沒有背負罪惡的十字架 他也沒有惡夢 可是我覺得這邊非常吊詭的是 你會以為就是說 那他應該是這個小說裡面最幸福 跟應該最快樂的人 可是即使在這樣的一個人 的這個描述中 馬奎斯都偷偷塞入了孤獨這兩個字 所以這樣的一種無感 完全與世無爭 我們可能有一些文學訓練的 或者是文化研究訓練的人 就是這是一種 怎麼講 象牙塔裡式的 或者是說 藝術歸藝術美歸美 人生歸人生的這種代表裡面 他其實也是一種孤獨的 對吧 那這樣的一種孤獨 跟博恩蒂亞上校的孤獨 當然是完全不一樣的孤獨 博恩蒂亞上校呢 是這個小說裡面 我想很多人的最愛 對吧 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歡這個角色 博恩蒂亞上校的這個情感的流動 還有他整個人一生跌宕起伏的變化 可以說就是整個百年孤獨小說的主線 那我們可以注意到 有一個段落是 博恩蒂亞上校他 漸漸腐敗的這個過程 我想很多人看到那裡都跟我一樣 非常傷心對吧 就是他在打仗的過程中 無可避免的被戰爭所侵蝕的那個段落中 有一個很小的段落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就是他有一個粉筆圈的出現 在某一個這個段落中 他提到 他開始無感於別人 他被權力 就是他的同溫層包圍了他 他的權力開始擴張的同時間 他也開始有濃烈的不安全感 所以呢 他在某一刻開始決定 不准任何人靠近他三公尺以內 包括他的母親烏蘇拉在內 不論他走到哪裡 他都有一個副官 都會拿著粉筆在他四周畫一個圈 只有他能夠站在這個圓圈內 迅速下達命令 決定世界的命運 誰都不得违抗 這個當然是一個象徵的這個寫法 然後他當然也非常的荒謬好笑 就是一個魔幻寫實 但是 就是在這一刻 這個粉筆圈出現之後 我們可以看見 博恩蒂亞上校 他孤獨的命運就注定了 就是這個粉筆圈 後來一路跟著他回家 那他在這個過程中呢 他把這種孤獨感變成了習慣 所以這個習慣後 其實你就會覺得你無感了 這個是從孤獨變成無感中間的一個過場的變化 他漸漸感覺到自己在這個過程中失去了朋友 失去了良知失去了很多東西 可是他讓這種感覺 這種會侵蝕他的刺骨的冰冷感 變成一種習慣 然後這個東西其實馬奎斯在 因為馬奎斯很喜歡寫獨裁者嘛 很喜歡寫極權政治 其實這就是馬奎斯常常反覆在說的 就是他認為其實獨裁者是最孤獨的 極權者是最孤獨的 因為在他的周遭 他會永遠有一個粉筆圈 他永遠並不知道誰可以信任 誰不可以信任這樣 那馬奎斯在這裡當然就是把 博恩蒂亞上校走向極權者 獨裁者的這個道路就是把它寫了出來 然後等到他回到家 回到馬康多的時候 他看著烏蘇拉他的母親的時候 他在這邊就是非常明確的告訴我們 博恩蒂亞上校這個時候已經是一個無感的人了 他看著他的母親發現半個世紀過去 時光在他的媽媽身上 留下各種爪痕磨傷蹭傷溃疡 但是呢馬奎斯怎麼寫 他說他確定這些傷害 並沒有激起他的一點憐憫 這一刻他最後一次努力 尋找心底深處埋藏已經腐爛的情感的角落 卻怎麼也找不到 從前當他發現身上沾染烏蘇拉 就是媽媽的氣味的時候 他詫異之餘 他會感到起碼的迷惑和羞愧 這是兩種非常重要的 我覺得是在馬奎斯小說裡面 甚至是非常優良的品德美德 迷惑跟羞愧 可是他 他現在已經一切都感覺不到了 這些迷惑跟羞愧感 都被戰爭掃得一乾二淨 這樣 然後到後面啊甚至 他對自己的媽媽 對上一代無感了對不對 那對下一代呢 當他的所有的兒子 在一夕之間被殺光之後 馬奎斯寫 博恩蒂亞上校 他看起來非常的憤怒 可是他對這樁悲劇 並不感到難過 一如他遭逢妻子的死 或者是他在戰爭期間 多次遭遇朋友的死 他感到的是一種憤怒 一種空虛的無力感 而他在自己的家中 他已經找不到能夠勾起他 一絲絲的情感 然後他就漫步的走到這個 那個老博恩蒂亞 有沒有被綁在那個樹下 立樹下的這個位置 他媽媽說 快跟你爸爸打招呼 他停下腳步看著他爸爸 確定他連這個空蕩蕩的地方 也無法激起他的一絲情感 所以真正的無感出現了 就是對你的上一代的情感失去了 對你的下一代的情感也失去了 真正的孤獨出現了這樣子 所以 波恩蒂亞上校這個無感呢 尤其又因為他是很重要的一個主角 所以他的這種無感 跟這種麻木 他其實會貫穿了整個百年孤寂小說的中段 大家有沒有覺得 就是有一股很低蕩的 很低幅度的 越來越冷的這個氛圍出現在中段這邊 那我們來看一下那烏蘇拉是怎麼樣呢 這個小說裡面啊 其實活得最久的人 應該就是烏蘇拉吧 那烏蘇拉作為這個 母遺天下的大家這樣子 那他其實因為活了這麼久的時間 其實我覺得非常有趣的一點是 他在裡面的變化 其實在看這個小說的前半部的時候 我會覺得馬葵是沒有那麼會寫女人這樣 就是說 我當然會覺得 就是他裡面的女人有很多種角色 但是 就是他其實多少還是會讓我感覺 他有一種 你知道就是看男作家在寫女人的那種感覺 就是比較典型化 可是越到後面我覺得他寫得越好 為什麼呢 因為我看見了這些典型化的角色的變化 那以烏蘇拉來說 烏蘇拉是小說中少數 有改變自己的想法的角色 為什麼呢 因為他活得比較久 所以他可以改變 那當然是一個 可是因為烏蘇拉他始終是那個 最有能力接受別人的影響的人 就是他好像是一個最 對別人的感受最有同理心的一個角色 包括說他在這個 伯恩迪亞上校要 要處死他的戰友的時候 包括像那個奧雷里亞諾 那個獨裁者奧雷里亞諾 要行惡的時候 烏蘇拉都扮演那個 站出來 痛罵自己兒孫輩的那樣的一個角色 他好像是最能夠從人的觀點出發 而不是政治的觀點出發 去理解別人的一個角色 可是即使這樣 我覺得很動容的一點是 烏蘇拉在他晚年失明的時候 他對於自己的兒孫輩 其實他是有過反省的 我覺得這個非常好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會看到很多 對外人很慷慨 但是對自家人 非常糟糕的人 就是說他一輩子可能對別人 溫婉體諒 但是對自家的後輩或下一代 其實他是充滿了這個成見 或者是一輩子覺得自己是對的 這種長輩是非常多的 但是在烏蘇拉的時間 因為非常的長 他到最後我們看見了一個 家族中的這個中流砥柱 他怎麼樣renew 怎麼樣更新他對後代的一些看法 我覺得那裡非常令人動容 比如說他在這一段就寫到說 他改變了他對後代子孫一向的看法 比如說他相信 他發現他曾以為奧利利亞諾伯恩蒂亞上校 是在經過殘酷的戰爭洗禮後 失去對家庭的關愛 可是實際上呢 他發現他兒子其實不曾愛過任何人 這樣子 那他的結論是這個兒子無法愛人 所以這後面有一段這個 馬魁斯就寫說 所以他一旦理解了兒子是這樣 他就決定把以前欠他的都還給他 就不再對他這麼的嚴酷嚴厲這樣子 那我覺得更喜歡的是他怎麼講後面這個 雷貝卡這一段 比如說他在講說 他曾對阿瑪蘭塔的鐵石經常感到心驚 也對阿瑪蘭塔剛剛那些深沉的怨恨感到難過 但是他此刻忽然恍然大悟 這個阿瑪蘭塔這個女兒 是有史以來最溫柔的女性 他很難過的明白他對皮耶特克雷斯賓 就是愛慕阿瑪蘭塔的那一位先生 不公平的折磨 其實不是像大家以為那樣出於報復 我這邊錯字就是那個報復的報復 那或者他毀掉這個賀林內多馬奎茲上校的人生 也不是像大家以為那樣是由於內心苦澀的怨恨 其實是什麼呢 是這個女兒愛得癡狂卻拿不出勇氣 經過一番垂死掙扎 最後非理性的恐懼戰勝 永遠覺住了這個女兒折磨她的心 好這是這個阿瑪蘭塔的部分 那對雷貝卡的部分呢大家記得雷貝卡是誰 雷貝卡是那個就是不知道從何而來的吃土的這個養女嘛 那這個養女最後是在一個邊邊的小屋孤獨終老 那就在這段日子裡面呢 這個烏蘇拉開始提醒雷貝卡 她出現了一種遲來的悔恨和突然的敬佩 加深她心底那股對她的憐惜 這個孩子不是吃她的奶水而是吃土長大 她跟他們家族沒有血緣關係 父母又身份不明 個性衝動 胃口旺盛 卻是唯一有著烏蘇拉希望她的子孫能夠擁有的無比的勇氣 然後最後這段我覺得這句話非常的感人 她就是失明的烏蘇拉摸著牆壁對著虛空說雷貝卡 我們對你真是不公平 我覺得其實就是在這樣的段落中 我們可以看見兩個 就是說比較敏感的讀者會注意到兩件事情 一件就是這樣的一個詮釋 如果你看到這裡覺得就是這樣 所以阿瑪蘭塔就是這樣的人 雷貝卡其實就是這樣的人 就是你相信了烏蘇拉的詮釋 那其實你還是在這個馬奎斯的迷宮裡面的 因為這個是烏蘇拉的視角 是她的觀點 是她對這兩個人的評價的變化 對吧 可是 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不代表就是真的 馬奎斯想要塑造的角色的真相 所以我剛剛最前面才會說 阿瑪蘭塔她仍然是一個謎 因為我們只是透過了烏蘇拉知道 有可以這樣理解她的方式 那實際上是不是阿瑪蘭塔真的是這樣 就是一個謎 所以一方面我們接收了烏蘇拉的改變 的變化她看待這些人的變化 但是呢其實我們也會意識到說 詮釋每個角色或詮釋每個人 是有很多方式的 然後她是無盡的詮釋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我們可以看到阿瑪蘭塔 很多人都只記得她驕傲 就是冷酷的那一面 我剛剛把她放在過渡的那邊 可是好像很少人去提阿瑪蘭塔最終 她在臨終之前 讓她知道她要死了的時候 阿瑪蘭塔做了一件事情 她跟全馬康多的人說她要死了 然後歡迎所有人寫信給他們 就是讓她帶信給這個 他們已經過世的在陰間的家人 這樣所以有非常多的人排隊 然後希望她幫忙帶信 然後一生好像顯得很冷酷 無情的阿瑪蘭塔最終有了一個 好像慈善者的這樣的舉動 著實令人驚訝 但是裡面其實有小小的段落 馬奎斯提到了就是阿瑪蘭塔的領悟 她在這個時候開始明白 上校不斷製作小金魚 就是破壞 做好了又重弄 做好了又重弄的這個過程 是多麼的惡性 她很難過她沒有能夠 在多年以前領悟這樣子 那她會認為其實她這一生 表現出來是恨的東西 其實好像不是恨也不是愛 而是某一種孤獨這樣子 那這時的她已經接受自己的命運 不再害怕沒有任何改正的機會 好那看完了這些角色的孤獨 然後過度什麼無感 然後改變之後 我想給大家看一個例子 就是說在這些 這整個馬奎斯的百年估計中 我覺得有幾個比較少人提到 但是我自己很喜歡的段落 這邊是其中一個 就是何希阿爾卡迪歐波恩蒂亞 第一代大長老對吧 大家還記得他們為什麼會到馬康多嗎 是因為普登修阿其樂這個人跟他 決鬥然後何希阿爾卡迪歐波恩蒂亞 把人家殺了對吧 然後在這個過程中 普登修阿其樂的那個 幽靈一直出現讓他不勝其道 其實就是一個內疚感 所以他最後離開了他原來的地方 來到了馬康多 可是在裡面其實有一個段落 我覺得寫得非常感人 就是在這個老波恩蒂亞老年的時候 其實這個普登修阿其樂的幽靈 不斷的出現 可是這個不像鬼故事一樣出現 然後嚇你或是英文不散的來復仇喔 而是什麼呢 就是他們在這種過程中成為了朋友 在這邊他就寫說 他感到一股懷念之情 當他看到這個普登修阿其樂出現的時候 他驚呼說 你怎麼從那麼遠的地方過來啊 就是在他們原來的那個故鄉這樣子 那為什麼呢 因為普登修阿其樂死了這麼多年 他相當想念活人 他渴望有人陪伴 他恐懼再過不久 他可能還會再面對另外一次的死亡 最後他在這個過程中 喜歡上自己當年最大的敵人 就是我們的老波恩蒂亞 所以他花了很多的時間 找他最後找到了馬康多 然後在這裡馬奎斯寫到說 他們聊天一路聊到了天色破曉 然後在這個過程中 他們就成為了好朋友 在波恩蒂亞老波恩蒂亞的老年呢 烏蘇拉照顧他為他吃飯 告訴他這個兒子的消息 但其實許久以來已經有好多年的時間 這個老波恩蒂亞唯一溝通的對象 就是這個普登修阿其樂的幽靈 的魂魄 那這個普登修阿其樂每天來找他聊天兩次 他們聊鬥雞 他們還約定要一起開一座培育鬥雞的這個養殖場 這個時候呢已經不是為了這個鬥雞的勝利的快感了 而是只是要打發這個冥界無聊的禮拜天 這樣所有的這個榮譽 所有的驕傲 所有的這個鬥爭 好像對這兩個老人來說 一陰一陽 已經都不重要了這樣子 那甚至普登修阿其樂替他清潔身體 為他吃飯 告訴他一個叫奧雷里亞諾陌生人精彩事蹟 這個時候的老波恩蒂亞甚至連自己的兒子都已經不認得了 所以這裡馬奎斯說他是陌生人 這個人在戰爭期間擔任上校這樣子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裡是一個關於變化的故事吧 就是說這個情感是會 人是會變的 就沒有什麼恨是到了死還永久 當然在這裡是一個魔幻寫實的手法 可是在這樣的一種變化裡 他會讓你看見人其實他是會變的 那我們來看一個反例 人會朝那樣一個走進的方式變 他也可能朝走遠的方式變 那我們的反例就是奧雷里亞諾波恩蒂亞上校 還有這個荷西拉格爾蒙卡達將軍的故事 那我想應該蠻多人對這個荷西拉格爾蒙卡達將軍 有這個一點印象 因為他其實是很悲劇性的角色這樣 那他們他應該算是保守派的將軍這樣子 但是他是一個好人 他是一個正直的人 他是一個有信念的保守派 所以他其實跟烏蘇拉非常好 在波恩蒂亞出門打仗的那些年裡面 蒙卡達常常去他們家串門子 然後他有他自己的信念 但是他同時也能夠尊重這個波恩蒂亞上校的信念 所以這兩位指揮官呢 儘管是在戰爭最激烈的時候 他們仍然會就是提議說 我們稍微停戰一下 交換一下戰俘 然後有一點歡樂的氣氛這樣子 那蒙卡達將軍在這個控黨 還會教這個波恩蒂亞上校下棋 然後最後他們成為了莫逆之交 這邊很重要他說 他們甚至考慮是否可能結合兩黨 保守黨跟自由就是比較革命黨 兩黨獲得人心的優點去消滅那些軍人或政客的影響 因為他們兩個都算是有理念的人嘛 那他們兩個在某個程度上面應該要結盟 創立一種人道的制度 那就是把兩黨裡面比較精華 比較好比較善的那些部分 聯合起來這樣子 那但是當然就是世事變化嘛 那後來在波恩蒂亞上校他不斷的打仗的過程中呢 這個蒙卡達將軍 他也不斷的在自己的政治版圖上面 這個退縮 那到最後當這個波恩蒂亞上校 將要恭敬馬康多的時候 蒙卡達將軍他就是遭到了俘虜 但是在這之前呢 這麼多年其實是他陪伴烏蘇拉的對吧 所以他在這裡馬魁斯就寫說 蒙卡達將軍他寫了一封信 給這個波恩蒂亞上校 他還記得這個朋友 所以他在信裡提到 他們曾經想將戰爭人性化的這個共同的目標 然後他駐波恩蒂亞上校 能夠一路打勝仗 把軍人的腐敗和兩黨政治人物的野心都剷除 這樣 可是各位有看小說的人就知道 我們這位蒙卡達將軍後來怎麼樣呢 他被革命黨人判了死刑 不管烏蘇拉他怎麼樣反對 烏蘇拉超級生氣的 大家有看小說都記得 但是奧萊拉諾波恩蒂亞上校他拒絕更動這個判決 他有在最後一刻到這個死囚房裡面去探視這位朋友 他說朋友 不是我要槍殺你 是革命 大家記得蒙卡達將軍怎麼回 他叫他吃屎吧之類的 就是說給他一個髒話解決這樣 但是在這一段其實非常感人 大家可以回去 我有把葉樹標在這邊170頁那邊 大家其實回去可以看喔 波恩蒂亞上校跟這個蒙卡達將軍在那裡 有一段對話 他們在討論這一切到底值不值得這件事 蒙卡達將軍說沒有什麼值得人到死 就是一路堅持到死都要恨的這樣 大家可以回去看那一段 那最後呢當然就是 蒙卡達將軍他的死刑判決沒有被更動 可是在那個牢房裡的會面的最後 蒙卡達將軍是告訴波恩蒂亞上校 他雖然罵他髒話 但是他說其實我找你來我也不是為了罵你 我只想要請你幫我最後一件事情 就是幫我把我的信送到這個 我妻子的手上這樣子 那其他事情我就是不用再多說了 然後我們可以看見波恩蒂亞上校 他怎麼做 他來到了這個遺孫的家裡 然後因為他要進入人家的家裡 然後那個遺孫他就是說 在外面你可能是將軍 可在這家裡是歸我做主 所以請你不要進來 結果波恩蒂亞上校做了什麼事 他表面上並沒有半點不悅 但等到他的隨乎打結那位遺孫 並放火把活子燒成灰燼之後 他的靈魂才得以平靜 所以我們在這裡可以看到 波恩蒂亞上校的墮落之路這樣 他的靈魂可以說在這一刻我覺得 到了最低點 所以後面我們就可以看到 正是因為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我們會看到前面我引用的那些段落 他回到馬康多之後 是怎麼樣的再也沒有辦法回復 那樣一個有生命力的 有感情的人的狀態這樣子 那在這個烏蘇拉的話裡呢 他是說現在不僅孩子長得比較快 連情感發展的脈絡都不一樣 比如說美人蕾梅蒂斯 但是他靈魂飛走之後呢 家裡的另外一個成員 費蘭達呢 就只在乎那個床單也被跟著帶走 那奧雷里亞諾的十幾個兄弟 一夕之間被殺了之後呢 這個他們的手足奧雷里亞諾二世 又開始舉辦派對 家裡又擠滿了一堆喝酒鬧事的人 這樣子 所以在烏蘇拉的抱怨中 他說這裡簡直是道德墮落的垃圾場 是怎麼樣的一種道德墮落法呢 我們要把他這裡講的這種 無動於衷沒有情感 無感對他人之死之受苦受難 無感跟波恩蒂亞上效的無感 一起來看 我個人認為喔 其實這就是百年孤集 或是說魔幻寫實技法裡面 最重要的要說的一句 如果整本百年孤集你要問我 就是說我的take away 最觸動我的地方是什麼呢 我覺得他整本小說其實在講的就是 人到底要如何跟無感對抗 沒有感情 無動於衷的這種感覺對抗的一種技術 那這個在前面集講其實很多人都講過 我想我不用重複太多 那我這裡其實就是簡單的列一下 魔幻寫實如果不清楚的朋友 其實Google一下都會知道 魔幻寫實的特徵是什麼 那裡面其實呢大家都知道 魔幻寫實最重要的一點 是他跟什麼科幻小說奇幻小說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他會用最日常的口吻 最冷靜好像最稀鬆平常的口吻 去寫一些很魔幻的事情對吧 那這個就是百年孤集裡面最有名的技巧 所以他是強調魔幻事物 被裡面的角色感受為正常普遍日常的一種現象 所以表現的手法是什麼呢 是角色對魔幻現象的無感或無動於衷 這是我們常常在小說裡面看到的一種技法表現 什麼意思呢 比如說裡面的美人雷梅蒂斯就這樣跟著 那個床單飛走了 然後裡面的人都不覺得奇怪 或是裡面譬如說那個血就這樣流流流流流流流 流過了整個馬康多的村莊流回了自己的家裡 裡面的人有驚呼一聲 但是並不是對於這個流血的現象的驚呼 而是對於兒子的死亡的這個事實的驚呼 或者是到處都出現黃蝴蝶 這個人一講話就出現黃蝴蝶 那個人就出現黃蝴蝶 雨季一下好幾年這種事情 裡面的人都覺得好像沒什麼大不了 所以我們在看的時候就會覺得 為什麼他們都無動於衷 為什麼他們都沒有感覺這件事情好像很特別 這個是謀幻寫實主義很重要的一種技法 那我想講的事情是什麼是百年孤寂 百年孤寂它其實是一個百年是一個大的數字 是一個重數是一個集體的孤寂 那當然我們已經都知道了它是一個歷史上的孤寂 所以它是一個拉美的孤寂 可是其實早在1940年代 就是比馬葵斯寫這個小說要早二三十年 我們也有我們版本的孤寂嘛 我們有吳卓流血亞西亞的孤兒 那現在譬如說當我們常常在講說 國際孤兒好譬如說 烏克蘭或什麼的 就是說這個論述 我們感受到我們的孤寂這件事情 它其實明明孤單應該是一個個體的狀態 可是為什麼我們要把它說成是一個集體的處境 那到底什麼是百年孤寂呢 馬葵斯其實在某次訪談中 它就直接告訴大家 它說為什麼百年孤寂裡面的人呢 都這樣 就是這麼孤單 其實就是因為他們不團結 我那時候看到這個我就想說 天哪你就直接這樣講 在後面還講什麼 但其實我覺得這個不團結 它是在那個的時空下去講的 我就針對拉美的這個環境 還有哥倫比亞的環境在講的 那它這個詮釋也是非常好的 可以讓我們確定 讓我確定我的理解沒有錯 這個不團結是什麼呢 我認為其實就是對他人無感 對你身邊的人 你沒有感覺 然後或者是你感受到別人對你沒有感覺 我們就回到我們情動理論說的 真正的感情是什麼 它並不是focus在我自己身上 我現在覺得寂寞 我自己覺得快樂 我自己覺得憤怒 而是你有沒有能力去感受到別人在孤獨 你有沒有能力去感受到別人跟你一樣孤獨 在馬鬼斯的語言裡 他說百年孤寂的孤獨是什麼 是不團結 我覺得其實在我的詮釋裡 這個不團結其實背後就是對他人的無感 所以如果說孤寂是對他人無感 或感受到他人的無感的話呢 那究竟是什麼會造成人的無感 我覺得呢 其實就是重複跟輪迴嘛 對吧 我們在前面幾講都不斷的聽到 大家在討論這個百年孤寂的小說故事中 如何的重複如何的輪迴 在故事中它是一個技法 它是用這個小說技法告訴你說 這個一代又一代人名字重複 命運重複 性格重複 選擇重複這樣子 那當然我們就會說 那這個東西其實就隱喻了拉美 一代又一代的獨裁者上台 然後自由黨革命 然後最後又拉下了一個獨裁者 就上來另外一個新獨裁者 其實在自由民主主義國家 不是也是一樣的嗎 我們會覺得好像 大家不是常會有一種抱怨說 什麼幾黨一樣爛啊 或者是誰上台又怎樣 還不都一樣 政客都一樣 什麼鐵打的廟 流水的官 這種感覺 我覺得這種重複跟輪迴 其實不僅僅是拉美的命運 它當然是拉美的命運 但是它其實某種程度上 也是所有人類歷史上 我們對於戰爭不斷發生 受苦受難的事情 好像永遠都不會結束 人好像就是一種 會把事情做好 破壞 在重做的人 一代又一代的人 因為生命太過短暫 所以我們都只能記得 一代或是 上下兩代以內的事情 這件事 造成了人的無感 因為如果你回去看歷史 你發現大家都在重複跟輪迴 你很容易會墮入一種虛無主義 對吧 很多人自以為聰明的人 很容易其實在更年輕的時候 就會開始 就是講一些很虛無的話 因為會覺得自己看多了啊 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這樣 這種重複跟輪迴的時間結構 跟感覺結構 帶來的這種無感呢 該怎麼辦呢 就是這好像是 人類集體共同的命運 它不只是 馬葵茲小說中 馬康多的人要面臨的問題 對吧 它也是我們台灣人 它也是我們亞洲人 或者是地球人 要面對的問題 在故事中 百年古集是一個非常悲觀的故事 我想大家都不會否認這一點 到最後整個馬康多的故事 都不會再重來一遍 可是我覺得正是這個 馬葵茲說 這整個馬康多不會再重來一遍 這件事情給了我線索 它在故事中無解 但是什麼呢 我們回到我一開始講的 這個情動理論 提醒我們去注意的 再發現跟被影響 是一種能力 它不是自然而然的 它是一種 你要想要被影響 是一種你需要去學習 你要敞開 你要做好準備去被影響 它是一個能力 它不是一個自然而然的事情 再來就是什麼呢 魔幻寫實主義文學 它在做的事情是什麼 它是讓讀者對角色的 無感跟無動於衷 感覺魔幻 好 大家來消化一下這句話 什麼意思呢 當馬葵茲在小說中 他去做一件事 他自己說 他最 他最重要的一個美學任務 就是他喜歡用 新聞性的 不帶情感的 冷靜中立的筆調 去寫故事 那 所以這是他有意為之 而這種 魔幻寫實主義文學 它 它最大的特色是什麼 它要讓你在讀的時候 你覺得好奇怪 為什麼小說裡面的人 都這麼沒感覺 比如說 當 前面我們看到影文 伯恩蒂亞上校 他殺 他打結了 他 他對遺孫的加倍燒掉這件事情 他看完之後 居然是 終於感覺平靜 我想所有人跟我一樣 在那一刻都會有一點悚然一驚 對吧 對於 故事中 平靜是不是一個好情感 是 如果我們可以分類的話 平靜是一個好情感 做了壞事之後的好情感 我們作為讀者如何去理解 這樣的一個情緒 就會變成是 讀者的道德功課 而不是伯恩蒂亞上校的道德功課 所以 當我們在讀這些段落的時候 我們發現 對於一些 他應該要生 我們怒其不爭的時候 他應該要生氣 他應該要振作 他應該要更有同理心 他應該要喊停那場槍決 而他沒有的時候 我們對於這些角色的無動於衷 我們會生出一種急切的 或是 被感 被觸發的情緒 然後我們感覺 他們的這個無動於衷 是多麼的不可理喻 或是多麼的魔幻 多麼奇怪 多麼不尋常的時候呢 這個時候 小說跟文學的記憶 他就在幫助讀者 對抗這個無感的世界 這樣子 所以 對我來說 這整本小說 他如果說 能夠 就是 可以 帶給我們這個當代 一些意義的話 我覺得其實是 當我從頭回頭去想 這個小說裡面的這些無感啊 有感的辯證的時候 我最 最 最先觸發我的點 其實是 我在跟更年輕的朋友 我已經是個講座裡面 最年輕的講者了 所以 我一直覺得我好像有一個責任 是 我要去 做一個 讓這個小說可以 往下 就是 reach到更年輕的讀者的時候 我發現 哇 其實有一點困難 就是說 他並不是 他並不是像 好像我 我成長的年代 我十幾歲 在讀這個小說的時候 人對小說 會有一種虛榮心 你會想要知道 這個 別人覺得好的小說 好在哪裡 你會想要知道 大家都在說 買年估計好 我就算沒看過 我也要買一本 放在家裡的那種 虛榮心的時代 好像過去了 就是 我覺得好像 大家現在是 以不知道為傲 或者是很多時候 大家是對於 不讀文學這件事情 大家其實並不覺得 不好意思 那當然這 並不是好或壞 而是我覺得 我明確的感覺到 我站在一個 這個 世代 教會的分界上 就是 我仍然可以感覺到 文學帶給我的虛榮心 是我求知欲的 巨大的來源 可是我也分外 能夠感覺到 我的下一代那種 不從文學中 尋找這件事情 的這個感覺 結構的來源 那我覺得 其實 很多時候 當我要推薦 百年估計給更年輕的 朋友的時候 他們就會告訴我說 讀不下去 那我就會覺得 哇 很有趣 因為 當年一開始的時候 我其實也讀不下去 就是那個 藝名你知道 就是我一開始拿到 是英文版的各位 就是 真的是讀不下去的 讀不下去 然後我在圖書館借來的時候 字那麼小嘛 就是大家應該都是看 當年那個版本 然後 就是說 我突然回想起來說 對 我一開始也是讀不下去的 那是什麼讓我讀完他的呢 我覺得其實就是我想要被他影響 我想要讓他通過我 我想要知道 如果我花一點時間 跟他相處 那 會不會有什麼 我會不會有什麼改變 的這種感覺 那當然也有一種 想要告訴別人 我看過百年孤寂的 這個虛榮心的作祟這樣子 所以我會認為 情動理論給了 今天的講題 或者是給了 我們這個世代的人 一個很好的理解 文學這件事情的途徑就是 被影響它其實是一個選擇 一個能力 當你說我讀不下去的時候 不要就停在那裡 那你就要立志 要讀不下去啊 因為被影響是一個選擇 是一個能力 那如果說就是 擁有了這個能力之後 他會帶你去更多地方 跟更遠的地方 好 那所以當我們看到 我前面一張我說什麼呢 我說這個 百年孤寂本身喔 他是用百年孤寂 他在做一個對抗這個 五感的技術 這件事情嘛 所以其實回到最終 當我們說 百年孤寂是一個文學經典的時候 其實我們還是著眼於 他的這個小說跟文學的記憶 如何讓你這個神入 就是讓你好像 沉浸進那個世界裡 讓大家全世界的人 講到馬康多 好像共同擁有一個 故心靈故鄉的這個感覺 那我們要說就是 百年孤寂他的技術 有什麼遺產呢 我覺得大家一定常常聽到 一句話就是很多人看了 第一句百年孤寂 然後就會說 原來小說可以這樣寫 對吧 常常聽到別人這樣講 因為太多人講過這句話了 就是說 台灣的作家 譬如說像洛宜君啦 陳雪啦 他們其實都在不同的場合 有歌頌過百年孤寂 也都大家都會從他的第一句話 開始說 前面幾講的時候 我想已經有很多老師們提過了 那 我就舉一個後來也拿諾貝爾獎的人 來說好了 就是莫言 莫言他自己就講 他說我讀這本書 感覺是震撼 原來小說還可以這樣寫 緊接著他感覺到遺憾 我為什麼 早不知道小說可以這樣寫呢 這樣 好大家記得像這樣的說法 那很有趣的是喔 就是說馬奎斯自己 其實也說過類似的話 馬奎斯是對誰的作品這麼說呢 馬奎斯他說 他對這個卡夫卡的變形劑 他是 覺得這個驚訝極了 這樣子 有一天那句話 差點讓開頭那句話 讓他從床上疊下來 那一句是 一天早晨 格雷高薩姆莎 從不安的睡夢中醒來 發現自己躺在床上 變成了一隻巨大的甲蟲 然後馬奎斯說 讀到這個劇集的時候 我暗自尋思 我不知道有人 可以這麼寫東西 要是我知道的話 我本來老早就可以寫作了 於是我就立馬開始寫短篇小說 這是他在1981年 還沒有得諾貝爾獎 1981年的時候 他受巴黎評論訪談的時候說的話 所以很好玩 當我們後面的人在看莫顏 在看馬奎斯的時候 我們會說 都不知道小說可以這樣寫 莫顏看馬奎斯說 不知道小說可以這樣寫 馬奎斯看卡夫卡說 不知道小說可以這樣寫 然後我們就知道卡夫卡 也許卡夫卡在自己的一些日記裡 他有很多日記嘛 大家去翻 搞不好他也可以找到 他看到一千零一頁的時候說 不知道小說 可以這樣寫 也說不定就是文學 他是一個有自己的歷史的 這個 這個審美脈絡的東西嘛 那我透過這句話 我想要說的是什麼呢 原來還可以這樣寫 我覺得這句話 我們要細細的來品味一下喔 為什麼 我們每年都有非常多好的小說 我們每年都有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我們每年都有布課獎 我們每年都有台灣文學今年獎 對不對 有些小說你明確的知道 它是好小說 好 它是我們今年的傑作 這五年的傑作 這十年的傑作 兩千年以後的傑作 可是有些小說就是會讓你說出 哇 原來小說還可以這樣寫 這種小說就知道什麼呢 就是Chem Changer型的小說 改變遊戲規則的小說 比如說卡夫卡 比如喬埃斯 因為馬奎斯自己也有說自己 很常被說跟喬埃斯很像 然後他說 他被說很像的時候 他才去看喬埃斯的小說這樣 就是他其實之前完全沒有看過 但喬埃斯也是那種 大家會覺得他改變了 文學規則的一個作家 這種 Kem Changer型的小說呢 我們常常會聽到別人 用這樣的方式去談他們 原來還可以這樣寫 那原來是什麼意思 為什麼我們要說 原來還可以這樣寫 就是我們會感覺到 好像有什麼東西 遮蔽了我們的視野 遮蔽了我們的認識的視野 在地平線上 突然這個東西升起來了 被我們看見 讓我們有一種頓悟 原來還可以這樣寫 還可以是什麼呢 原來還有這種寫法 原來他讓我們看見了 好像無窮無盡的這個東西 原本我們只看到某一種 或是某一些東西 但是他把這個悟撥開了 讓我們看見這個地平線上 還有更多更多樣性的 好無窮性的一種還原 所以是原來嘛 無窮性他本來就應該是無窮的 可是我們被我們的視野所遮蔽 所以原來還可以 那這樣 這樣到底是哪樣呢 在這些話裡面其實 我們可能是要用實講 去講是哪樣對吧 但是這些作家們 他常常就說 原來可以這樣寫 但是沒告訴我們 他覺得是哪樣啊 對吧 但是為什麼呢 因為馬魁斯說了嘛 因為這個東西太新了 很多東西沒有名字 我們要用手去指一下 對吧 所以這樣 就像馬康多最早一樣 就是一個創世紀感 就是他好像一出來 他就自成一個類的東西 他跟別人都不一樣的一個類型 這樣子 那在馬魁斯的例子上 就是魔幻寫實 但是我們知道這種名字 一下去 永遠就 就簡化了對不對 他永遠是more than that 但是 至少我們可以用一種 好像好辨認的一些特徵 去知道 喔 馬魁斯這個東西 是從哪些人的 某些特徵歸納出來 可以出現一個叫做 魔幻寫實的東西 那原來還可以這樣寫呢 那當然就是在文學脈絡下 寫 是我們念字在字的東西 但像我 就是要特別講一下 像我自己在研究的東西 就是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後 1979年左右 文革晚期 開始一路到2016年之間 他們怎麼樣接受這個 源源不絕從台灣過去的 這個美學文化的東西嗎 那我就在做8090年代的時候呢 我就特別意識到就是說 他們常常會對台灣的文學 或是 不要講文學好了 比較小眾 我們講鄧麗君好了 鄧麗君應該是最有名的例子 他們常常在回憶錄中 就會出現這樣的說法就是 原來歌還可以這樣唱 原來 歌還可以這樣聽這樣唱 然後原來 就是 還有這樣的音樂 然後對他們來說 造成很兇猛的衝擊這樣 所以 任何的一種藝術形式 表達方法 其實它 它很多時候 或者是像 Interstellar 就是那個星際效應 當時出來的時候 我也看到很多影評 就是說原來 外太空的故事 可以這樣拍 拍到最後是回到一個 一個書家或是什麼之類的 那我們常常在看一個 文學作品啊 藝術作品的時候 當然有媒介上的差異 但是我們會對於它 怎麼樣 讓我們有一種 新的發現的這個感覺 我們會去強調它這樣子 但是在我的詮釋中 我覺得我們很多時候 在這樣的討論中 好像很focus在 那個生產者 就是說 那個生產方 多麼的了不起 比如說馬克思 喬埃斯 卡夫卡還是天才 這樣 他們怎麼能夠想到 這麼棒的寫法 然後我們就從它的 這個童年開始找 從它的養 教養開始找 然後從它的這個 社會背景開始找 但在我的這個主題下面呢 其實 我特別想要強調的是 當 人們這樣說 原來還可以這樣寫的時候 其實是什麼 是讀者發現的能力 你們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說 其實呢 很多東西非常好 范谷 在它的那個時代 它的東西 原來可以這樣畫 可是它同代的人 並沒有發現它 所以直到它過世之後 范谷才被成為是 大家覺得是一個 了不起的畫家 這樣這樣的故事 在藝術史上 也屢見不鮮 能夠在同代的時候 就成名經典化的作家 原來是幸福的 它的幸福的來源 是它有一群很好的讀者 這群讀者在接受系統 或情感結構上 跟上了這些生產者 所以 如果我們今天要說 原來還可以這樣寫 我們原來很在意的是 這個 這樣寫的那些人 的話 其實我 特別想要讓大家去注意到的是 說這些話的那些人 他自己 其實某種程度上 在調食區 他是在做一個調整 時差的動作 就 我原本不知道 這樣是這個是好東西 可是我現在知道了 所以 我剛剛講 我希望很多 本來沒有看過百年孤寂的人 可以稍微幫我調一下時差 大家回去看了之後 可以感覺到你心裡的時鐘 在 像那個 Interstellar裡面的那個 指針在動 就是說 你原本時間是這樣走 你的美學是這樣動 你可能 十年後你會發現它很好 二十年後你會發現 小說可以這樣寫 可是百年孤寂這樣的小說 或者是卡夫卡這樣的小說 他在做的是什麼呢 我們文學理論裡面常常講 有一種小說 所謂的經典 是 時間加速器 當他一出現 當他一被翻譯 進入到中國 進入到台灣 進入到不同的國家 他被特別好的一群讀者 接受到了 甚至這些讀者 很多人本身也是創作者 的時候呢 他讓這些人的寫作 的美學成就加快了 他瞬間就 就讓你覺得我也要跟他一樣 所以莫言的那個話 他一開始 智能震撼 後來遺憾 為什麼我不更早知道呢 為什麼想要更早知道 他指針 沒有能夠更快的波動 他如果可以更快 他也許就可以寫得更好啊 等等之類的 所以其實我們強調的應該是 讀者發現的能力 接受系統跟情感結構的改變 讓大家會覺得 喔原來可以這樣寫 那這樣寫是好的 這樣子 好 那所以這個 我們就回頭來看看 百年孤集中的文學喔 因為像我很喜歡的一個 文化研究者啊 他就曾經說過 百年孤集其實是馬康多 從史前口傳 文字社會 到他在最後 就是那即將出現了一個 精巧複雜的 書寫文化的全部故事這樣子 那我自己會覺得喔 在這個 百年孤集中啊 我為什麼會特別想要 看這個 百年孤集中的文學 因為我覺得非常有趣的 一件事情就是 百年孤集是 1967 1968年左右 就是被大家看到的嘛 那 百年孤集這個小說 他真的 得諾貝爾獎是1982年 那但是在馬奎斯創作這本小說 大家都知道他花了 十幾二十年的時間 寫這個小說 所以他最早開始思考 這個小說的時間 其實差不多是 這個 雅西亞的 古文那個時候 就是40年代的時候 那 那個時候 馬奎斯對文學的想像是什麼 因為 如果我們把 世界文學看成是一個 自成體系的領域的話 馬奎斯是 Game Changer嘛 百年孤集出現之後 世界文學有很大的變化的 那如果我們回頭去看他寫 百年孤集裡面怎麼寫文學的發展 那就是一個有趣的話題 那就是一個有趣的話題 他自己成為了 那個改變 他自己是那個太空人 他自己是那個 那個Cooper 他回頭可能改變了 後面發展的所有事情 可是當時的他還不知道 那在他不知道的那個年代 我們就已經可以看見 馬奎斯怎麼樣在他的小說中 寫文學的發展 跟他怎麼理解文學這件事情 那我們可以簡單的從幾個例子來講 就是 首先是最早啊 其實是 柏恩蒂亞 老柏恩蒂亞的時候 他是用口述的 所以就是一個口傳文學的時候 然後是奧雷里亞諾柏恩蒂亞上校 他的情詩 我們待會會看 然後 我其實想透過這四個例子 去給大家看到的是 其實對馬奎斯來說 在百年孤集裡面 他的悲觀是包含文學這件事的 就是文學或是文明體制啊 到最後 其實就是一個盛極而衰 的這個發展這樣子 然後也是一種悲哀 最早是這個 老柏恩蒂亞嘛 他那時候本來一心在迷戀科學 什麼對文學這些東西 就是不屑一顧 對故事這些東西 他好像 應該是說那個年代 科學故事這些 全部都混雜在一起 我們很難明確辨認 什麼東西是故事 什麼東西是知識 那那個時候 因為他被烏蘇拉罵了 說你都不管小孩 所以他就回頭來 就是開始講故事的時候呢 他告訴他們世界奇景啊 然後傾囊相受 發揮想像的極限 抵達難以想像的境界 那這個東西 後來就影響了他的下一代嘛 那 就是最早的樣貌 那我們還可以看到馬康多 那個時候 我覺得馬奎斯很有趣 他在裡面 有點像是 對1001的致敬 他在講那個燕姬的故事 在這個 他說那個時候 因為大家都失眠 那這個失眠的過程中呢 這些人就聚在一起聊天 因為沒事可做 那聊一聊了呢 就把一些燕姬的故事 一講再講啊 然後他說這個 如果 那個有人想要走啊 不行 就所有人要坐在那邊 一直講 用那個語言的悖論啊 然後 把這個故事 無限的延伸下去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馬奎斯應該是有意識的 好 再把這個文明史 閱讀史的過程 這個 確實是按照 線性的時間觀 好像在馬康多 這個小說裡 這個城鎮裡面 重演一遍 那 但是我特別想要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波恩蒂亞上校 他的情詩 在這個小說裡面呢 我個人認為 就我個人的詮釋 就是我後來中段一直在 那些我剛剛說的 很低盪的 波恩蒂亞上校很殘忍的 那些段落中 我一直在找這批情詩的出現 他零零欣欣的 會出現在一些 波恩蒂亞上校 的一些獨處的時候 那 他寫給 他年輕的時候 因為愛慕他的老婆嘛 就是那個 雷梅蒂斯 所以他寫給他很多情詩 那雷梅蒂斯早邀嘛 很早就 就被毒死了 所以 奧利利亞諾 後來他還是一直保持著 寫情詩的習慣 他一開始是 寫給雷梅蒂斯的情詩 那到後中段開始呢 就是 他在這個革命的過程中 打仗的過程中 遊擊戰的過程中 時不時 會突然出現 奧利利亞諾 對這個詩篇 這些詩句的這個描述 比如說這一段是 他 被關在牢裡面的時候 那烏蘇拉去探望他 他就從他的這個牢房裡的 床墊下 拿出一卷發咒的詩 是他 以雷梅蒂斯為靈感 當年的那些情詩 他帶走了 正在打仗的空檔的時候 他也不斷的還有在增補 這樣子 那他那天晚上 因為他覺得自己命不久矣嘛 所以他就請烏蘇拉說 你回去 不要讓任何人讀到 然後請把這些丟進爐灶裡燒了 這樣 那這個段落後來是什麼呢 是奧利利亞諾 他自殺 他就沒有成功被醫生救回來 這樣子 那他就是被送回家療養 送回家療養之後 他還發現他的詩作沒有燒掉 這樣子 那昏昏沉沉期間呢 他就重讀他那些沒有被燒掉的詩 他想起了這輩子最重要的時光 於是他再次提筆創作 在整本小說裡面 唯一有創作者身份 就是說比較像是嚴格定義的文學創作者身份的 只有伯恩蒂亞上校一個人 我是說主角 那後半段有那四個年輕人啊 就是作為比較年輕的文學創作喜好者 那是後話 主要角色裡面 只有伯恩蒂亞上校有創作的習慣 這個創作的習慣 還有這個詩篇 他寫給雷梅蒂斯的琴詩 我覺得就像是他心裡那個良心 就是說他小小的沒有泯滅的一些良知 或是一些提醒 他最純粹的那些部分 那他說接下來的許多時間 他就遠離了那些為戰爭提心吊膽的時刻 把他的一些生命體驗寫成了韻腳詩 然後這裡馬奎斯說 他的思緒是那樣的清晰 能夠一一仔細解釋 所以他最清醒的時候 是在跟詩相處的時候 所以他在這裡147頁的地方 他跟馬奎斯上校也有一段很經典的對話 就是他問馬奎斯說 兄弟你告訴我一件事情 為什麼你要打仗 然後馬奎斯給了他的 這個答案是為了自由啊 為了這個黨啊這樣 然後 那個伯恩蒂亞上校 少數親民的狀態下 他說我發現 就是這些其實都不是理由 這樣我發現我好像只是為了自己的 自尊或傲氣在打仗 就是說少數反省的自省 他對戰爭這件事情的字況 是出現在他跟這些詩的相處之後 這樣子 那到最後 上校的狀況越來越差 越來越變成一個無感之人 這些詩的命運 就跟他的情感一樣 越來越邊緣 越來越邊緣這樣子 包括一直被遺忘在皮箱的最底層啦 然後最後啊就是 就是當他已經徹頭徹尾變成一個獨裁者的時候 這個 裝詩級的皮箱 就跟其他東西一起被 放在一個就是 不在意的地方這樣子 然後最後甚至呢 當他回家的時候 當他真的就是要投身革命 或者是完全變成一個無感的人的時候呢 他就自己把它燒掉了這樣子 那 這個詩的蹤跡到後面就都沒有了 伯恩蒂亞上校一直到最後 他可能就是回去做小鯨魚吧 但他也不太在寫詩了 那這個是伯恩蒂亞上校的部分 那我們再來看小說的後半部 有出現一間智者的書店 那他在小說的後半部 對於解謎這件事情 是非常關鍵的對吧 就是說 最後一代的這個 應該是最後一代那個小豬仔尾巴的爸爸 這個奧雷里亞諾 他是解開謎笛的人 他是透過什麼呢 他是藉由這個智者的書店的幫助 他才有辦法破解那個泛文的密碼 然後最終得知家族的命運這樣子 那這個書店我覺得超級有趣的 為什麼呢 因為很少有人談 所以我覺得特別想要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書店是怎麼出現在這個故事裡的呢 他是在香蕉公司時代的時候出現的 香蕉公司時代大家日照在小說裡面 就代表一個資本主義啊 代表一個這個美國跨國資本主義 自由主義 應該是就是前自由主義 盛行的資本主義經濟 進入到馬康多的一個時代 那在這個時代呢 開始出現了一間書店 然後那個書店的那個主事者呢 他是一個古典文學的這個 學者或者是研究生之類的學生 那在那樣的一個書店裡面呢 這個小阿萊利亞諾 他找到了解開那個 最終那個預言的工具書 還有這個泛語入門書這樣子 等於是間接的幫助了他 最終知道自己的命運 那那個書店寫得很像我們 今日很多的舊書店的這個感覺這樣子 並不是那個什麼金碧輝煌什麼的 就是一個像舊書垃圾場 所以說在資本主義時代 會出現書店 但是這個書店也就像是我們的 資本主義時代會看到的書店一樣 並不是那麼的光鮮亮麗的書店這樣子 那最終他有講到這個書店的主人 他最後是把這個書店賣掉 然後他因為太思念他的家鄉 所以他回到地中海 那他就回顧自己 當時來到馬康多的時候 他是在香蕉公司繁榮興盛的年代 就我說的那個資本主義的時代 那所以在那個時代 從一開始 我們前面看到口述史的時代 然後到奧利利亞諾上校 寫詩的年代 到這個時候 已經是文學已經被邊緣化的時代了 就是說他跟人的關係已經 比較不那麼緊密 那有的人會來翻翻書 但是會覺得這些書 好像就是一堆垃圾 然後在裡面呢出現了一些 愛好文學的青年 所以這個書店的主人呢 就跟這些愛好文學的青年 結成朋友 然後推薦他們一些書這樣子 那他對這個文學在這個年代的下場 可能就是這樣 沒有人在意 然後隨手即丟 也無所謂的這個現象 稍微有一些描述 之後 然而呢 當他要返回故鄉的時候呢 他沒有人能夠勸阻他 不把自己的手稿帶回去這樣子 然後他說了一段 好像也蠻常 多人引用的話 他說等到人類旅行 你搭頭等艙 文學卻待在禍艙的那天來臨 你世界就完蛋了這樣 我想說 世界其實也沒有完蛋了 我們的世界就大概是這個樣子 這樣子 那 所以在最後呢 就是最後 我覺得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也比較少人談到的是 最後當這個 小艾利亞諾他在解 這個最後的預言的時候 最後最後一句 不是一句話 是一句詩 他前面他有說 這個梅賈德斯寫這個預言呢 是非常之為末節的記載 是用母語的梵文撰寫 偶數句 是奧古斯都皇帝的那種語言 基數句是斯巴達軍事密碼 所以你會以為這個預言 他沒有寫給你看嘛 所以你會以為這個預言 他應該是像百年孤節這樣的小說吧 或至少是一個敘事感比較強的東西 可是到最後 他居然說是最後一句詩耶 所以其實到最終 這個預言的最後 這個阿利利亞諾 他明白自己 永遠不可能走得出這個房間 然後風會摧毀這座城的那幾句話 其實是用詩的方式來表現的 那詩我們知道 其實我們會說 他是文學中最精煉的 最 就是說最濃縮的 一種存在這樣子 所以他其實也就象徵了這個 從最早的口傳的 天馬神空的這種口傳歷史 發展到最後最精煉 像琥珀一樣濃縮了 文明精華的這個東西 他預告了這個文明本身的毀滅這樣子 所以這種盛極而衰的這種文學興亡史 就在百年孤節裡面 我們也可以看到 正如他對馬康多的這種悲觀的態度 他對文學其實也是非常的悲觀的 最精緻的所在最後 卻預告了最這個 完全怎麼講 灰飛煙滅的命運這樣子 然後呢 這邊再跟大家分享一個彩蛋 不知道有沒有人注意到 就是在小說的最後啊 其實這個 小艾琳雅諾他有四個朋友 我很喜歡看最後 我今天早上還在跟我先生討論 我說大部分的人好像都比較喜歡 百年孤寂的前半部 就是但我個人真的很喜歡百年孤寂 尤其是越後面的地方 那我想那就是 當然就是因為我也是作為一個文學愛好者 所以看到他寫那些更靠近我的時代的文學樣貌 我會覺得特別有趣 比如說他在最後一張的時候裡面 最後幾張在講小艾琳雅諾怎麼認識那四個文學朋友 我就覺得他不完全在講這個拉美文學爆炸的那種 朋友之間相處的情形 他說他那時候有四個朋友 阿爾瓦洛 海曼 阿縫索跟加布列 然後他也有一一的去講說 這四個朋友的個性啊 他們在做什麼啊 然後最後也有交代一下 這四個朋友的下落 下場這樣子 然後 然後所以我覺得很有趣的一點 是這個小說到最後他不是有喊出一句話說 什麼狗娘養的朋友 就是他就是非常突兀的 然後在最後你覺得他就是那個小艾琳雅諾 他的太太就是因為生產 不是太太就是他的姑姑啦 就是因為生產大師寫過世之後 他在街上咆哮的話 居然是罵朋友這樣就是說 他並不是詛咒命運什麼 他是詛咒朋友 某種程度上如果對拉美 我們學爆炸那段歷史熟的人 也會知道有很多的可能性的指涉這樣子 因為我們知道後來這個馬克里斯跟他的朋友們 都翻臉決裂的這個過程這樣 但是在這裡我們要特別看到加布列這個人 因為呢 我在這裡這個黃色的部分想讓大家看到 就是馬克里斯在這裡他特別還酸了一下 這個書店前面的那個智者書店這樣子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前衛的文學愛好青年 他在看待 就是說開書店的這種文學愛好者 他也是有一個歧視鏈的你知道嗎 就是對於這種中產階級式的這種閱讀品位 把文學看成一種實用的 好像要拿來做一些這個用途的這種 這些文學這個當時的這個拉美文學爆炸 或是小說裡面這些前衛文學青年 他們仍然也是不屑一顧的這樣子 那裡面的這個加布列呢 是他最好的朋友 那這個朋友呢為什麼跟他最好呢 因為當年呢這個賀林內多馬奎茲上校 是這個加布列的真祖父 但是我們把這個名字稍微拼湊一下 加布列馬奎茲 那跟馬奎茲本人的名字其實是這個 很有重疊性的對吧 所以也有一種解讀方式是說 這個加布列其實是一個彩蛋 就是說他其實是馬奎茲本人的這個一個小小的這個 自我的怎麼講就把自己的名字啊 或是把自己的角色投射放進去的一個角色 那這個角色在裡面呢 更有趣的是他的下場是什麼呢 就是在這個馬康多輕頹了 然後朋友們出國四散的結局中 這個加布列呢他還留在馬康多 可是可是怎麼樣呢 他就是在寫作 然後他想要參加一個文學獎 法國雜誌的比賽 那比賽的最大獎就是可以去一趟巴黎這樣子 那那個阿里尼亞諾還幫他這個寫問卷啊什麼的 然後加布列最後贏了比賽 然後他就去了巴黎 好 那這個去了巴黎這個就很有趣喔 因為我們都知道那個年代 所有拉美作家其實你要受到肯認 你要嘛就是要去西班牙 或阿根廷你要嘛就是去巴黎 所以這有點像是 加布列 賈西亞 馬奎茲本人的一個 你知道就是我覺得是某一種字況 但是也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對照喔 為什麼呢 因為像比如說像在這本文學研究書裡面 這個巴斯卡卡薩諾巴 他其實是一個很有名的文學研究者 但他一年早逝了 他是布列爾的學生 那布列爾講的是說文學場域 就是文學是一個自成一格的場域 那他去布列爾分析十九世紀法國巴黎的文學場域 那他的學生這一位卡薩諾巴 他分析的是全世界是一個文學場域 他說什麼呢 他說在這個世界上 有一個獨立於政治界線之外的文學領土 很秘密 但卻被所有人都可以接受 尤其是最失憶的人 最可以投射的一個世界 這個世界是什麼 就是文學世界 在這個文學世界 它是一個抽象的很像是 哈利波特的那個魔法世界一樣 在這個文學世界裡面呢 他也有自己的首都 他也有自己的外圍 他也有自己的邊疆這樣子 那在這個裡面呢 每個人都想要成為作家 或是跟文學有關係 他才會被視為是這個國度裡面的 一個成員嘛 那在這個國度裡面 有別於政治 也有別於經濟的自己的法規 至少在最獨立的地方 他會希望文學是可以從政治 或者是從民族中可以獨立出來 那這個魔幻的奇幻的想像中的文學世界呢 最有趣的是這個 阿桑話說有一條跟真實世界一樣 有一條文學的格林威智子五線的存在 什麼叫文學的格林威智子五線呢 就讓我們又回到那個秒針 時間加速器的隱喻 就是說這個世界上文學世界裡面 有一個標準 就是說大家不會直接講 沒有人想承認 但是我們會有一個隱隱約約蒙蒙隆隆的感覺 就是說有一個中心的標準在那 那個標準可能是諾貝爾獎嗎 可能是什麼什麼獎嗎 可能是哪一個大出版社嗎 在Casanova的詮釋裡喔 都不是 這個首都是一個城市 它是這個文學世界共和國的首都 它也是信用中心 它會發給大家這個 它會告訴大家說 這個人我認可 他信用很高 好 這裡這個 這個 這個貨幣的這個價值蠻高的 然後它是文學的最高威望 跟信仰的這個中心 Casanova說是巴黎 好 至少是在這個 他寫作的年代之前 有很長一段時間 巴黎是作為文學世界的格林威智子五線 所以我們就可以變相的來理解 馬克思在小說裡面 為什麼要讓他的化身馬克思 去到文學世界的巴黎 這可以說是 馬克思本人的這個文學報復 跟他的這個 惡趣味的所在我覺得 好 那最後這個部分其實就是 簡簡單單的跟大家講一下喔 就是 最近的一本 譬如說 談論馬克思的文學研究呢 因為馬克思其實已經太多人討論 然後文學研究其實已經是做得 真的是 汗牛衝動了 那我就講一個最近的 2020年 這個是一個哈佛大學社會系的博士 然後 他在 美國一個惠特蘭學院教書的一個 學者 那他寫的這本書 他專門在講的是 白年估計他如何寫成 又成為全球經典的這個 文學社會學的分析這樣 那能夠讀英文的朋友就是可以去找這本書來看一下 我覺得非常有趣因為 像馬克思這樣重要的作家其實是越新的研究 他越能夠很好的歸納出前面的人的研究的這個總和 然後 所以 可以從 比較近的這些出版品回頭去追 你可能比較有興趣的話題 那在裡面他其實 有提到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 很多人 尤其是我們這種 譬如說 亞洲的 對文學不熟悉的讀者 可能會以為 白年估計之所以成為全世界有名的作品 他的經典化是因為諾貝爾文學獎 但在這本書裡面 他就是透過很多的數據啊 很多的統計告訴你說 不是的 他其實在這個60到70年代 是馬奎斯的全球藝本最多的時候 就是說他的起飛這個爆炸其實 並不是在他得諾貝爾文學獎以後 諾貝爾獎比較像是事後 你知道馬後炮就是追認一下 他對文學地位這樣 可能不想再犯對波赫式的這個錯誤這樣子 然後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就是說 在馬奎斯的這個經典化的伴隨著 他的這個 百年估計的受歡迎 其實他的文學研究 尤其是 學術研究 這個數量也是從670年代開始 就是非常的多 所以也並不是在諾貝爾文學獎之後 發生的現象 所以他的意思其實是 我們要給誰credit呢 我們要給那個年代 在拉美 尤其是 在阿根廷還有在哥倫比亞的 很大一群無名的人 給他們credit 那些人是誰呢 那些人就像我們的閩龍江堂一樣 他們是什麼呢 他們是 一個環境 那個環境裡有非常多人 今天當我們在講就是馬奎斯 或者是講百年估計的時候 我們很容易把spotlight 打到這個作家或這本書身上 但實際上一本書或是一個作家 或是一個人 他要被經典化的過程 他是集多少人之力 我們從馬奎斯的例子可以看到 他是當然天時地利人和的部分 我們先來講他走向全球的這個過程就好了 並不是因為諾貝爾文學獎他走向全球 他是因為 第一是六零末七零初的時候 拉美他的文學出版環境 他原本是一家很大的文學出版公司 壟斷 那這個壟斷線上在六零末的時候 結束了這個出版公司 被拆成很多個小出版公司 所以 自由市場或是民主的這個 這個 這個制度確實還是可以促進這個文 文藝的發展因為為什麼大家會競爭嘛 所以在七零年代初 當拉美出版市場結束壟斷之後 他開始大爆炸就是說 所有人都要競爭找到最好的作家 然後才能夠找到最多的讀者這樣 那這是一個出版環境的競爭 再來就是文學運動網路要 必須要更新 我們今天講到文學爆炸運動 其實他在七零年代大概就結束了 六零年代大概是他的高峰 然後其實他結束的也是蠻快的 所以到七零年代當其他國家開始閱讀這些拉美 就是文學爆炸運動的人的作品的時候 其實在他們本地大概已經結束了 那所以說這些文學運動網路 他要不斷的去renew這些論述 或者是說介紹他們的作家給外面的認識 他們有一種內在的驅離 就是因為你知道當你看著一個運動在 就是那個勢頭在剪定的時候 大家會更加想要挽回他 所以其實有非常多的文學評論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圖很多的研究者 大家是毛足的勁在分析這些作品 給外面的人知道 那相對的就是有非常多的 學術研究的建制就在七零年代初成立 那像我自己本身在美國啊 其實我有非常強烈的感覺就是 我在美國的時候有參與很多北美台灣 研究學會的這樣的組織 我們就真的會意識到就是說 通常一個文學運動喔 他要在國際間成立 你絕對要有一批這樣的人 他在別的國家做這樣的事情 就是他在開學術研討會 他在奔走 他在翻譯 他在做一些看起來好像很不酷的事情 但是實際上他們是在為更多後來的人 打底的這些事情 所以那個時候有很多的 拉美文學研究組織創建 後來甚至有很多人說 現在比較新的研究 有一派的人會認為拉美文學爆炸這個現象 從來都是假的 就他根本從來沒有在拉美發生 所以他不應該叫拉美文學爆炸 他是阿根廷文學爆炸 他是北大西洋文學爆炸 就是說他實際上的受眾或發明這個詞的人 都不是拉美本身 而是那些接受方 所以再次回到我的論點喔 重點永遠都不是起源地 很多時候是那個接受結構感覺結構 他們需要或是他們促成了這樣的一種文學運動 那他怎麼樣在時間上成為經典呢 我們剛剛講的是空間上他走向了全球 那在時間上他如何成為經典 當然我們都不用講了 我們這一整個系列 十場講座就是在告訴大家 他的美學表現是多麼的傑出嘛 那他當然一方面是跟魔幻寫實主義 魔幻寫實主義絕對不是馬奎斯發明的嘛 他早就有這個 在拉美文學有非常多人在寫 那他20年代就從繪畫開始發展 所以發展到馬奎斯寫的時候 也有差不多快半世紀的這個文 的美學成果了 所以他沉寂了這個魔幻寫實主義的傳統 然後把這個後殖民文學 在560年代在歐美的這個後殖民文學浪潮 緊密結合了起來 然後呢他在美學上又跟這些 我剛剛說的世界文學共和國裡面的作家 很多人很很愛把馬奎斯跟這些人比 那就相對的說明了他的美學成就很容易 讓人relate到這個文學史上 文學史傳統中自己覺得特別厲害的那些作家 這些其實都會幫助這個馬奎斯 很好的被當代來定位 他厲害在哪裡 他美學表現好在哪裡 這樣子 所以他當大家得到討論他的語彙的時候 那他的美學表現就更容易被傳播出去 因為有很多人在講他為什麼好 那你就本來看不懂覺得 欸有那麼好嗎 結果聽完我講之後你就覺得 欸好像真的有這麼好這樣子 所以他就是在美學表現上 有這個效果 如果我跟你說 他就跟卡夫卡一樣好 那你就知道 喔大概就是跟卡夫卡一樣好是不是 然後你就可以回去看一看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他有一個普世性的故事 就是馬康多這個故事 這個小鎮上發生的事情 全世界都會覺得好像我可以懂 對吧 那所以也有很多人說他其實好像 像安部工坊嘛 日本的那個作家 他就說馬康多不是一個地區喔 他是一個當代問題 那比如說像台灣有很多的作家 其實也很容易把馬康多拿來引用 那或者是我們知道其實美國的文學史上 也有很多人說馬康多就很像 那個福克納 就是在寫美國南部啊 或是什麼的 所以大家都很好去relate馬康多這個時空 然後中國有非常非常多後繼的 在寫魔幻寫實主義的人 其實也都 像王安逸就承認嘛 他就說大家都是在 用馬康多的形式在寫中國的故事 比如陳中時莫言 或者是王安逸自己 他們都是有過類似的這種自白這樣子 所以一個普世性的故事 可以讓所有人都覺得可以relate 這個是百年古籍經典化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那當然最後還有這個作家偶像化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今天在做的事情 某種程度上也是在參與這個 作家偶像化的這個打造喔 但是是必要的這樣子 因為我們要給這個好的作家一些credit 那我們也可以激勵後面的好作家 他們可以寫出更好的作品這樣子 那他作為一個作家 他也不只是作家的這一點非常的特別喔 我自己去看了很多 譬如說第三世界國家 包括拉美或者是中國 或者是東歐的一些研究 在講馬蕙斯的時候 我覺得大家會特別強調的一個 他是一個左翼作家這件事情 那並不純粹是因為這些國家 他本身都有左翼的歷史背景 所以他們強調這個 很多時候文學場域自己內部的討論是 他為什麼可以同時是左翼作家 而不會被大家覺得過度政治化 就是說他如何做到好像就是說 真的是在文學中達到美學成就 可是他並沒有 他並沒有放棄對現實的關懷的這個 這個特點這樣子 所以他其實馬蕙斯 其實他這一輩子對時事發表了無數的言論 我想我不知道他如果在有 Social Media的時代 是不是會怎麼safe 但是呢至少在他這一生中 受過的無數訪問中 他對政治的表態 他對很多人物的針編 他對一些議題的討論 其實都是非常的坦率 然後蠻誠實也蠻不打迷糊眼的 所以他算是一個公知 或者是像一個公眾人物一樣 然後他當然也是一個文學天才 然後他也有一個作家的作家的這種感覺 就是所有的作家好像你都繞不過 馬蕙斯這一關這樣子 你這輩子好像都要能夠 你知道前面有一座大山叫做馬蕙斯這樣子 那這就是莫言的感受這樣子 好那再來就是那近年的很多的文學人 就因為討論後殖民討論 國族預言討論就是裡面的性別時間 這個可能已經很多人做了 所以大家現在只能另辟蹊徑 下一代的研究者大家有的是什麼 有的是量化工具 我們有大數據 我們有資料庫 我們有TrackGPT 所以呢 現在我們看到很多文學人 就其實是往這種數據庫的方式去做 就是比較有趣的 比如說我找到這個圖 他就是說馬蕙斯他的那個 我們都會說馬蕙斯的百年故事 裡面有幾個母題 比如時間 孤獨 愛 生命 死亡 然後他就把這些字丟進去跑 然後看看 然後發現 孤獨好像不是最重要的事 時間才是 他在第一張到最後一張 他的這個 非常密集又平均 然後在最後幾張 愛突然非常的密集 越靠近結尾 愛越多這樣子 然後 所以就是會有這樣的一種研究的途徑 那我在網路上之前很愛看這個教授 他的 他是 他是義大利的一個 資訊工程的教授 但他很愛文學 所以很有趣 我很喜歡看他的一些分析 他常常會把他喜歡的 那個文學作品 傑出的文學作品 丟到網路 就是他的一些 丟到他的大數據庫裡面 跑一跑 然後他就寫在他的medium上面 這樣子 然後之前 我看到他怎麼去 分析百年估計喔 他就是 他就是這樣去跑這個東西 然後跑出來這個 而且他可以讓他 讓大家下載 所以大家可以去 有完整的資料 然後他也把他怎麼跑啊 那些過程都寫出來這樣子 然後他也說就是如果 你們覺得他有任何錯誤都歡迎 去challenge他 或是跟他討論 那這個圖可以看到什麼呢 他把 他把 他這個叫做網路分析 他把這個小說中的所有的角色 彼此之間的關係有沒有 回到我們的情動理論 關係是最重要的 這連大數據都在做這件事情 他把這個小說裡面的關係圖去跑 跑了之後他發現一件事情 就這個小說的中心前路 不是伯恩利亞上校 不是那些男人 是烏蘇拉啊 各位 而且除了烏蘇拉之外 還有 比較大的關係的節點 都是女人 除了烏蘇拉之外 是阿馬蘭塔 是雷梅迪斯 是妹妹啊 之類的 這樣子 所以他出現 他在這個 這個關係圖裡面 應該是說跟烏蘇拉 因為烏蘇拉是所有人的中心點 所以跟烏蘇拉關係 越密切的人在這個圖上 他的原點當然就會越大 所以這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看怎麼解讀喔 但是我們從這個圖上可以看到 女人跟女人之間的關係 其實在百年孤寂裡面 好像常常不是大家第一時間 會去處理 會去感受 或是去討論的話題 可是如果我們數據一跑出來就會發現 其實他超級中心的 就是他其實在這個小說裡面 佔去了非常多的篇幅 或是非常多的位置 在處理女人跟女人之間的關係 還有烏蘇拉作為這個小說 核心的這個 這個表達這樣子 那當然就是他還有很多的圖 大家可以繼續看 比如說他說 那為什麼 明明這些女人在這個小說中 出現這麼多次 可是我們感受到的最多的是 波恩蒂雅上校的命運等等之類的 那我覺得這就牽涉我說的 瑪奎斯的情感 情感很難處理 大家是不是覺得沒辦法處理情感 他使用了什麼語彙 會讓你特別投射情感 在這個角色中 他使用了什麼手法 讓你忽略了阿瑪蘭塔 忽略了美媚 在小說中的重要性 而特別relate 波恩蒂雅上校 那就是可能不是大家 就去能處理 那就是我們這種人 要去處理的事 但無論如何 他還是提供給我們一個 很好的這個視角 去補充我們之前 沒有看到的東西這樣 好 那太好了 我沒有超出太多 好那我今天差不多就進入到結語 這個結語其實回到最開始 其實我的一個核心的提問 我打開我最早的那個 我早上就是我一開始說 我有一個file夾裡面 是我最初受到邀請的時候 就開著一路到現在的那個資料夾 然後我在那個A4紙上面 打了一些很random的一些問題 然後我覺得我那時候 其實有一些很素樸的提問 它仍然存在 而且我覺得我沒有辦法 完全的回答 可是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 在這個時代 我們如何體驗驚奇 就是我們如何對抗武感 這件事情 這可能是我個人 一直都非常關心 而且也是我覺得文學這件 這是一個很好的途徑 然後它會是我一生的事業的原因 因為我覺得除了文學 別無他法 我覺得政治不是辦法 我覺得科技好像也不是辦法 所以對我來說 我好像目前 我的答案還是回到文學去找 那百年估計是一個最好的case 可以讓我來taste一下我的理論 所以今天其實就是 很感謝大家陪伴我一起 走一遭這個思考的過程 那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追問很多問題 比如說 人們會一直就用同樣的方式 感覺到驚奇嗎 比如說 馬奎斯他在寫作的時候 魔幻寫實手法 還是大家都不熟悉的東西 百年估計之後 大家都好熟悉了 我們現在都朗朗上口 這十獎聽完之後 我想大家對 都是魔幻寫實主義的專家了 那我們還會對同樣的東西 感覺到驚奇嗎 在我們這個時代 我們會對什麼東西感到驚奇呢 那這樣的驚奇是 有沒有一些一以貫之的東西 還是說它真的一代又一代 它就是會不一樣 但是我們也要知道 這個一代又一代不一樣 是貌似的不一樣 因為歷史 它不斷的在重複跟輪迴這樣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這些題目都像是大災問一樣 一直環繞著我在看百年估計的一些 就是心音啊感受 那其實我最終還是會認為 這個百年估計 尤其是魔幻寫實主義的年代 它好像也是會 就是說百年估計 本身的文學成就 跟美學遺產永遠會在 但是這樣的寫法是不可複製的 就跟馬康多一樣 它是任何人要去模仿它 任何人要聲稱自己有繼承它 其實都只是阻止了這個 文明盛極而摔的這個 徒勞無功而已喔 但是我相信每一代人 他一定會在我們現在想像不到的地方 他又生出新的方式 讓人感到驚奇 那比如說 我們說每一代人 對不同的東西感到驚奇 如果站在這個時間點 你好像很難想像 明年或是下個十年 什麼樣的文學技法會驚奇我們 可是如果我們往回看 我們突然會生出全部的信心 為什麼呢 比如說秉古行人 就一個日本文學研究者 他就是回頭去看 日本現代文學 他就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 日本現代文學跟以前的東西的不一樣 是在於人們發現有內心耶 那他的理論非常的複雜 大家可以去看他的這個 現代文學的起源那一本書 他有非常嚴謹的論證跟推導的過程 但是他要講的事情就是 以前的人在寫作的時候 他不會感覺到 那我的裡面還有一個我 在講話 這樣子 可是從人們發現這件事情之後 日本現文學就進入了現代 那這個現代之後 就發展到最後變成絲小說啊 就是無限膨脹的內在自我 的一個盛極而率的這個狀態 但是無論如何我們 如果不是他提醒 我們可能不會意識到說 曾經有一個這麼巨大的顛倒 這麼巨大的變革 曾經出現在文學裡面 那所以就是有 由賴我們這些文學研究者的 努力去highlight出來給大家知道 那再來就是譬如說我 因為我現在這張正在寫王安逸 我下禮拜會在中研院演講 現在壓力三大 但是這個王安逸的 他對台灣文學的 他曾經寫過在80年代 90年代的時候 他非常的震撼台灣文學 台灣的文學語言 跟中國的文學語言 有多麼的不同 那他那個時候就寫了一篇散文 在比較台灣小說的文學語言 跟中國大陸的小說的文學語言 的差異的時候 他其實也就是講了類似的話 就是說原來同樣都是中文 怎麼發展到一定程度 會出現這麼不一樣的樣貌 那當然也是經過了幾十年的分隔 他突然又能夠再接觸到台灣文學之後 他才意識到 就是這個變化還是可能的 我們每日使用的語言 其實他還是會出現不一樣的 樣貌的這樣 那他在講百年孤級 在講馬奎斯的時候 他有提到一句我覺得很有趣的話 他說 我覺得任何事物都是有週期的 像我們這種寫法 他的意思是說那種 學習馬奎斯的魔幻寫實的寫法 也是有週期的 都是從無到有 然後由盛到衰 都會有一個週期這樣 我覺得也是非常有 就是self awareness 就是自我意識的小說家 會說出來的話這樣子 那更不要說近年 大家有沒有看過這個小說家 就是江峰南 江峰南他前陣子在網路上 有一篇超級爆紅的文章 叫做ChatGPT是網路上的一個 模糊JPEG文件 大家就直接搜尋江峰南 然後ChatGPT 就可以看到這篇文章的全文 有中英對照版這樣子 那他是美國 近年很紅的一個華裔 台裔吧 的這個 課外小說家這樣子 那他針對這個ChatGPT的震撼 帶給大家震撼 然後他寫了一篇 從小說 從文學家的這個立場 跟視野出發的一篇文章這樣子 那歡迎大家去看 那他在這邊文章裡面的結論 其實是認為ChatGPT無足為據 這樣子 那他其實並不會 跟大家的這種末日感 就是不太一樣 就是他對文學 還有對於人類作為一個 創作者的這個信心 還是蠻大的 那大家可以去看他怎麼推導 好 那最後呢我想講的其實就是 回到這個 因為我最初在準備百年孤集的時候 我就是 我就直接說了 就是我妹 她今天也在 就我妹呢 她其實就是 怎麼勸都勸不聽 就是不讀百年孤集這樣 所以我個人就整場講 就是獻給她的 這樣子就是說 亦步亦驅 這樣子 不厭其煩 大篇幅的引用 然後不斷的這個 用最淺顯易懂 理論卻後來全部拉掉 本來有非常多文學理論 全部拉掉 就只為了獻給我 唯一的妹妹 就是告訴她 百年孤集值得看 這樣子 那這就是什麼呢 其實她就是 我的下一個世代 那她就是 那個看不完的 百年孤集的那個世代 而我這個世代 可能是看不進 讀不進 就是百年孤集太多了 無窮進 百年孤集的 這個世代 我們的一個對話的嘗試 這樣子 那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 百年孤集這樣的書 它不只是時間加速器 它有時候也是世代的 這個 結合器吧 我可以這樣說 就是我期待她 讀完百年孤集之後 可以來跟我 做一個更深讀的對話 這樣子 那在這樣的時間點 當然也投射了我 對於文學 作為一個 載體這件事情的 很多個人的情感在裡面這樣 雖然裡面沒有透露太多 我的這個危機 或者是這個悲觀 但是確實我就是想要 特別召喚一下就是大家 不管是百年孤集中的文學 它怎麼看待文學史也好 或是我們自己怎麼把百年孤集 放在文學史裡面去理解也好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 文學在這個時空裡面 它可以是電影裡面的一幕 它可以是電影裡面解謎的關鍵 它可以仍然作為一個文明的象徵 被我們認識 但它也可以真的就是一本書 你進到裡面一篇一篇一句句的去看 然後最後這個情動呢 這個在這個狀態下跟大家聊 其實是特別令人忐忑的 因為直播真是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我只能感受到這個房間裡面的 情感流動 我永遠沒有辦法觸及這個 這個電視螢幕 就網路螢幕後面的各位這樣子 所以這個真的是我們這個世代 很特殊的感覺結構 就是我是在對各位講話 但也不只在對各位講話這樣 但我想今天來到現場的大家 我真的是非常感謝 因為我想面對面 永遠會有一些東西不一樣 永遠more than that 然後這種集體的閱讀感 還有這時常講座的這個形式 就是說大家用不同的角度 一起來談論一本書的形式 其實我覺得都是這個時代 包括可能我覺得也是三哥或美龍講堂 想要跟我們的下一個世代 做一個結合的一個嘗試跟努力這樣子 那最後就是用這個百年古集裡面的這句話 然後跟大家作結這樣子 裡面烏蘇拉說就是在 雖然就是有非常多的時間 但是時間它可能會出錯 它可能會發生意外 它也可能分裂 然後在這個房間留下一塊 永恆的碎片這樣子 那就今天很感謝大家 謝謝 謝謝蘇仁 其實在他演講裡面 我們聽到了不只是文學 還有一個巨大的文學 社會學的世界場景 畢竟我覺得 他去到馬奎茲的遺稿的真正屬原地 然後在那邊看了很多 跟我們在台灣看的 畢竟是不一樣這樣 我今天聽他演講裡面 有兩個印象深刻的地方 第一個是 這個小說其實是對無感者的召喚 當然小說裡面 魔幻寫實的來歷是 講述魔幻故事的人 其實非常的冷靜 就是馬奎茲講 這是他小時候 他的外祖母在講 鬼故事的那種 那種撲克臉 沉著鎮定 但其實他裡面倒反過來 他其實是要去激起 文學閱讀者的 就像蘇文講的情動 第二個我印象深刻的 其實是我當初在看馬奎茲 百年古籍的時候 裡面講到 上校最後要去燒掉他的詩集 這個故事 我也是非常非常促緊傷情 包含他最後還要拿一把小斧頭 去把那個裝詩集的箱子劈碎了 丟到火裡面燒掉這件事 他反映了馬奎茲在早年的某一些 社會遭遇他其實很困苦 他在寫百年古籍之前 四本小說印了2500本都沒有賣完 然後40歲之前從來沒有拿過一筆稿費 當然啦 在百年古籍出版之後 世界就變了 所以我們今天重新 從蘇文的語言裡面 重新再回到 當年馬奎茲所在的文學 社會學的一個場景 看到作家作為一個情感的召喚者 多麼渾身結束的在奮鬥 要讓嘗試要讓大家 有情緒的衝擊 因為情緒的衝擊 才能真正改變你的 人生的某一個角度 所以我今天也是不能講太多話 會要咳嗽 感謝蘇文 然後 我們期待下一場馬世芳 六月四號禮拜天 同樣一個時間在這裡 他的題目永遠都是 我要叫他講什麼書 他就說那個書教我的事這樣 所以他說是百年孤己教我的事 再次謝謝蘇文